第1726章,影响。在场的所有人中,左臣是最不能出事的一个,所以当意外发生的一瞬间,齐等贤首先保护的便是左臣。左臣的保镖也反映了过来,立刻将左臣挡在鸡脚里,避免他被伤害到。 齐等贤随后又将孙老爷子和孙建成给扯了进来,安置到墙边处。这过程很短,大约也就两秒多的时间而已,但是,枪声却并未再次响起,那埋伏着的杀手,似乎觉得一击毙命了,便立刻远钝。 宋家瑜直到这个时候,嘴里才发出了一声尖叫,一下跪倒在了宋武的身前,惊恐地呼唤道,爷爷,谁来救救我爷爷? 齐等贤没感应到那种被狙击枪锁定的感觉,一个箭步上去,挤开宋家瑜,伸手就按在了宋武被枪击中的胸膛上。那伤口本来在冒险,受他一按之后,雪立刻止住。 秦玄,快把秦玄给叫出来。孙国泉大声叫道。 九亨也听到了枪声,这个时候,正陪同孙秦玄过来,见着这血腥的场面之后,两人都是不由吃了一惊。 孙秦玄反应到也快,立刻走了上来,边走边掏出随身携带的银针,扯开宋武的衣服就往下扎去,准备先封住血脉,避免失血。 这他娘的,怎么回事啊? 九亨也凑上来,问道,不知道什么情况,宋武老爷子一下车,就被人打了一枪。 齐等贤说道,宋武中枪的部位在右胸,而且子弹已经贯穿出去了,并没留在体内。 伤势虽然严重,但似乎并不致命。 就刚刚那名藏在暗处的杀手,肯定是非常顶级的。 但这一枪,为什么没打到心脏去,或者直接抱头呢? 齐等贤心里有些疑惑,不由抬头看了宋家瑜一眼,只见这姑娘满脸苍白,魂不附体,显然不是装出来的。 他再扫了一眼,随同宋武来的其余人等,也都是面色煞白,被吓得不轻。 难道是宋文派人干得不成? 齐等贤心里暗响。 宋家瑜颤声道,我爷爷,还有救吗? 孙清玄神色如常,让人先把宋武给搬进去,说道,没什么问题,子弹贯穿过去了,连取子弹的事都省了。 而且,他重弹的地方并非要害,失血也不多。 只不过这人年纪大了,意外就在所难免了,得看他后续的情况。 宋家瑜几乎吓得哭出声来,乌叶道,孙神医,您一定要救救我爷爷。 孙清玄道,放心,我会尽力而为。 宋武直接被抬进了孙家,然后孙清玄过去,给他施救去了。 齐等贤洗干净了手上的血,左臣这才心有余悸地走上来,问道,齐大主教,这是怎么回事? 齐等贤摇了摇头,说道,我也不清楚是怎么回事。 可能,有人不想看到宋武与你产生联系吧,所以才让杀手来埋伏他。 孙国权黑着脸道,看来我低估了宋文与宋武这两兄弟之间的矛盾。 宋家为了避免分裂,最好的方式便是直接将分歧者处理掉。 齐等贤说道,也不一定就是宋文干的,米国人,杰鹏人都有可能, 现在蓬莱因为这场竞选而风云涌动,混入了太多的势力。 孙国权点了点头,然后冷声道,敢在我孙家之前动枪杀人, 还真是一点面子都不给老夫留呢。 他有些生气,这一枪虽然是打在宋武的胸膛上了, 但在他看来,却是结结实实打在了他孙国权的老脸上。 要知道,孙家这么多年过来,可没人敢如此造词。 我去让人调查此事。 左臣立刻说道,必须要把凶手给抓到,还宋武老先生一个公道。 不错,绝对不能让行凶者逍遥法外。 孙国权很支持他。 齐等贤本想着美滋滋蹭一顿饭,没想到临头却发生这种事情,性质如此恶劣。 宋武被枪击的消息一下被传了出去,于是,宋武这一脉的族人有不少都赶了过来,想要知道宋武的情况到底如何。 然而,宋文这一脉的人却是一个都没来,人已经没事了。 孙清旋出来的时候,被一大群人围住,便急忙开口说道, 不过,宋先生还需要静养。 你们不要在这里吵闹,都各自歇着去吧。 宋家瑜连连垂泪,对着孙清旋千恩万谢,道,谢谢您,孙神医。 孙清旋道,医者本就是救死扶伤之辈,何必谢我呢? 好了,你也可以安心了,等你爷爷醒过来就是。 宋家瑜总算松了一口气,美眸当中皆是连衣,让人看了便不由生出垂帘之心来。 很快,就有记者文讯赶来,想要采访宋武被枪击的事情。 都滚蛋,别逼我发脾气。 最后,孙国全站了出来,对着这群记者呵斥,一张老脸阴沉,给记者们吓得屁滚尿流。 都说记者是无冕之王,不好得罪,但孙国全可不怕这些。 左臣坐在椅子上,叹了口气,道,希望宋武先生能早点好起来,不然的话,我会很愧疚。 齐等贤淡淡道,左先生有什么好愧疚的,这也不是你想看到的。 左臣看了齐等贤一眼,缓缓道,虽然宋武先生伤得很重,但我有一句话,也还是得问问。 你觉得,宋家出了这档子时,还会支持我吗? 齐等贤听后沉吟。 这不好说,这一枪打在宋武的身上,同样也打在了宋家一众人等的心上,估计把他们给打得打寒了。 毕竟,连宋武人家都敢杀,其余人,那还用说吗? 左臣听后不由叹息,这样的意外,无疑会打乱他的心部署。 我帮你去问问。 齐等贤问道,看谈宋家这一脉,到底是个什么态度,谁又能做主? 也好,左臣若有所思的点头,虽然这样显得不尽人情,但此事必须尽快落实下来才行。 齐等贤便到了失魂落魄的宋家鱼身旁坐下,宋家道也有其余人,不过他不认识,而且,那些人也没宋家鱼这么赏心悦目不是? 宋小姐,老爷子出了这样的意外,都不是大家愿意看到的,我也知道你很难过,但有一件事,我还得跟你确认确认。 齐等贤说道,什么事? 宋家鱼抬起头来,问道,您请说。 老爷子出了事,你们还愿意继续之前的决策吗? 齐等贤问道,宋家鱼听后一正,立刻点了点头,道,昨天我说的那些话都不会变卦,我们会全力支持左臣先生。 第1727章,冻若观火。 听到了宋家鱼这么肯定的口气,倒是让齐等贤不由愣了愣。 他若有所思地看着宋家鱼,道,是吗? 你能做主? 宋家鱼道,爷爷在此前便跟我们叮嘱过了,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能轻易改变这个已经决定了的立场,哪怕是他死。 齐等贤不由若有所思起来,怎么听他这段话,宋五好像提前就预料到了什么一样,知道自己会出意外。 当然,他也不能完全肯定,毕竟宋五也是个高龄老人了,经历过很多风风雨雨了,事情看得比较透彻,断定有人会走极端也不一定。 他还有说过什么话吗? 齐等贤笑着问道,这倒没有。 宋家鱼摇了摇头,说道,齐大主教,我得感谢你刚刚出手相助,我也没做什么,你之后好好感谢孙清玄神医就是了。 齐等贤说道,并不懒功。 齐等贤将宋家鱼说的话告诉左臣之后,这让后者不由松了口气,既然宋五这一脉决心继续支持下去,那他刚刚制定的计划便不用改变了。 齐等贤见孙家这边挺忙的,自己也帮不到什么。 左臣告辞之后,他也同孙国泉告辞,表示明天再来。 什么时候把我的大枪搞来? 九亨在齐等贤临走的时候,给他抓住,然后沉声问道。 马上了。 齐等贤说道,他这是在等贪狼的消息呢。 等贪狼让中穿袖子麾下的飞军一众解决掉黑社会的那些人之后,便让九亨提着大枪去戳死两个家伙。 齐等贤并非滥杀无辜之人,只不过,对这两个劫鹏人,他实在是没有任何好感。 这两人为了掩盖历史,无所不用其极,甚至刻意美化当年的侵略者,恶心至极。 齐等贤直接就回了财阀夫人的大别墅,然后便发现,夫人穿着一身古典风格的低胸吊带裙,在花园里品茶呢。 而且,夫人还特意斜着梳了一个麻花辫,那翘脸上腮帮红扑扑的,毛子也带着一股仿佛能溢出水来的风情,看上去给人一种非常性感,却又带点纯真的田园风。 齐等贤在他身旁坐了下来,笑道,你倒是悠闲,我却是连顿像样的饭都没吃成。 孙颖书道,我听说了,宋武在孙家下车的时候,被人枪击,外面谣传很多,怎么回事吗? 齐等贤将事情经过告诉他,他听后不由沉吟起来,说道,我觉得这是宋文搞出来的事情。 齐等贤道,宋文也一把年纪了,没必要手足相残吧? 孙颖书道,所以宋武没有死啊? 齐等贤觉得,这话倒是有些道理,不料孙颖书继续道, 我的意思不是宋文要以此警告宋武这一脉,而是在严苦肉继。 齐等贤听后愣住,问道,你为什么会这么觉得呢? 这么做的必要是什么? 孙颖书道,宋家对左臣的上位造成了很严重的影响, 你们官方肯定把这一笔账给记着了呢? 宋武就算现在靠向左臣,也未必就能避免事后被清算吧? 但他要是挨上一枪,身负重伤呢? 那么,官方这边是不是会觉得执迷不悟的人是宋文? 而非宋武,便把这笔账给分开来算呢? 齐等贤道,你为什么这么猜测? 孙颖书微微一笑,翘起腿来,身体优雅地后靠,端起茶杯喝了一口, 才道,因为,这样的手段我也用过。 在我最弱势的时候,就安排了杀手来杀我, 然后好在大家的面前卖可怜,获取最大的利益。 齐等贤愕然,道, 别告诉我,是你雇佣金童玉女来杀自己啊。 孙颖书顿时瞪眼,气呼呼地道, 我只是演戏,又不是真的玩命。 那次我差点死了好不好? 齐等贤善善一笑,道, 你的意思是,宋文觉得左臣会赢, 所以才安排了这么一出。 孙颖书摇头道, 现在谁都不能说明胜负, 包括宋家也是。 我觉得,宋家是想就此彻底分为两脉, 一脉跟米国人, 一脉则跟华国, 演这么一出, 就是要保障宋家在左臣上位之后的利益, 以及避免被侵犯。 齐等贤若有所思地道, 哦,宋家察觉到了危机, 又不想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索性就借这个机会演一出给大家看, 宋武借此避免被清算, 同时保障利益。 而宋文这一脉, 则是靠着米国人继续做事。 孙颖书点了点头, 道, 我就是这个想法, 当然, 也不知道对不对, 只是觉得, 这太像一出苦肉计了。 而且, 要杀宋武, 为什么又不打要害? 还有, 为什么偏偏选择在孙家门前动手? 这不是想让孙国泉见证这一幕吗? 到时候, 孙国泉帮宋武说话, 官方不可能不听。 我家夫人真是厉害, 除了又大又白之外, 目光独到, 动若观火。 其等贤挑起大拇指来, 赞叹道, 什么又大又白? 孙颖书一愣, 然后才发现, 这丝的贼眼在自己的胸膛上打转呢。 不得不说, 孙颖书打扮自己的功底, 那是一流的, 最起码, 其大主教是百看不腻的, 这身打扮, 生生将自己从一个女王演变成为了妩媚的田间少女。 其等贤感叹道, 曹成千古啊! 孙颖书狠狠翻起白眼, 顺带着给他一个脑瓜崩, 说道, 宋家显然是有些承受不住压力了, 所以才会做出这样的改变来, 你可以准备好跟克拉克打生死战了。 其等贤道, 我时刻准备着呢。 话说, 你就一点也不担心我啊, 那毕竟可是米国最强之人。 孙颖书道, 我的男人不可能输呢。 其等贤对孙夫人这句话非常的满意, 所以奖励他一个抱抱加身吻。 嗯, 其大主教才不是觉得, 孙夫人这身打扮让自己有些躁动, 从而缠他身子呢? 只是单纯觉得一个寡妇, 需要这样爱得抱抱罢了。 第二天早晨, 孙颖书便直接忙公事去了, 戴特要召开新闻发布会, 宣布与上星合作的事宜, 孙颖书得到场。 而其等贤, 则是前往孙家, 看看事情有没有什么变化。 财阀夫人的那一番话, 让他还是挺认同的, 不过, 他也不准备做什么, 如何抉择, 那都是宋家自己的事情。 第1728章, 内讧。 宋武的身体状况好了许多, 已经清醒了过来, 为了避免被记者骚扰, 宋武选择赞助在孙家。 孙家这里有孙清玄, 而且还有足够用的医疗设备, 完全可以处理他的伤势。 而宋家瑜则是留在了孙家照顾宋武。 其等贤刚到孙家的时候, 就见着宋家瑜的父亲宋雪礼, 阴沉着脸走了进来。 我是来接你爷爷回家去的。 宋雪礼开门见山的就说道, 宋家瑜不由一正, 说道, 可是爷爷说, 他要留在孙家呢。 宋雪礼沉着脸, 就往屋内走去, 说道, 这件事不能由他任性了, 再这样下去, 咱们一家人都得死。 宋家瑜吓了一大跳, 不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也只能硬着头皮跟从父亲的脚步。 其等贤和孙清玄正在给宋武查看伤势, 他又暗尽把宋武给摸了一通, 除了枪伤之外, 一切倒还好。 爸, 咱们今天回家吧。 宋雪礼道, 神色凝重。 怎么? 宋武听后, 不由抬起眼皮看了他一眼, 淡淡地问道。 宋雪礼黑着脸道, 查清楚了, 对你动手的, 是七杀组的杀手。 他们得知你没死之后, 准备再动手。 而且, 咱们家的其余人, 也随时有可能遇到危险。 其等闲乍听到这个组织的名字, 倒是有些耳熟, 但一时间记不起来了, 想着回头问问贪狼, 地下世界的事情, 这次最熟悉了。 宋武道, 我不知道什么七杀组, 你要我回家, 暂时不行。 宋雪礼怒道, 你难道要为了自己这个错误的决定, 将你这些后代的命, 都葬送掉吗? 你是想断子绝孙? 显然, 发生了这样的一件事之后, 宋雪礼不再支持宋武的决定, 不想再让他们这一脉的人, 继续支持左臣, 避免遭遇意外。 他今天来的时候, 还特意到自家大伯宋文那里, 去探了口风, 可宋文却是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表现, 并不准备管这件事。 他现在甚至有些怀疑, 七杀组的人, 是不是宋文请来的了? 毕竟, 以宋家的实力和能量, 就算是七杀组, 这样的强大杀手组织, 也未必敢动手。 所以, 他开始害怕了, 因为自家父亲的决定, 导致宋家分裂, 宋文是极有可能做出这种决策来的。 宋武冷声道, 我要是回去了, 那些人还以为我宋武怕了他们, 我的决定, 不会轻易改变。 七等贤对宋武挑起大拇指来, 道, 老爷子真男人, 说出去的话, 泼出去的水。 宋雪礼怒火中烧, 看向七等贤, 冷冷道, 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 七等贤却道, 吃饺子没蘸酱油是吧? 火气这么大, 他也懒得搭理宋雪礼, 拿出手机到一旁去打贪狼的电话去了。 电话打通了, 啪啪啪, 雅灭蝶, 雅灭蝶, 起墨鸡, 一酷哟。 七等贤嘴角狂抽着, 贪狼这丝是在看片吗? 没等他说话, 就听贪狼气喘吁吁地道。 二当家, 你吩咐的事情, 很快就能办完了, 我正办事呢。 黑蛇会那群傻逼, 死到临头了。 七等贤拍了拍自己的额头, 然后才道, 打扰你一分钟啊, 七杀祖你知道吗? 七杀祖? 嗨, 那不就沙神当年待过的组织吗? 他可是七杀祖的王牌杀手, 那边的高层都对他非常客气。 这些傻逼招惹你了, 直接让沙神给他们灭了呗。 贪狼一边忙碌, 一边回答着七等贤的问题。 七等贤听了后, 就直接把电话挂了, 也不打扰这次的好事了, 心里恍然大悟, 原来是之前听沙神说故事的时候, 听到过这个组织, 难怪觉得耳熟呢。 今天绑, 也要把你给绑回去, 不然的话, 我们全家都将置身危险当中。 宋雪里正冲着宋武发火, 一点商量的余地都没有。 你他妈敢绑老子试试。 蓬莱到上一条街, 打听打听, 谁是爹? 宋武也是恼火, 激动的伤口都快裂开了。 宋雪里却道, 你要是不回去, 我们全家人都得跟着你遭殃。 你以为七杀祖是好惹的吗? 大伯不管我们, 我们就只能坐以待毙。 宋家瑜看到自己爷爷气得面红耳赤, 不由急忙上去安抚。 道, 爷爷你不要生气, 对你的伤势不好。 齐等贤却是冷淡地说道, 什么他娘的七杀祖, 我回头就跟他们的大佬通个气就是, 保证你们无人敢动。 宋雪里冷冷道, 大陆仔少在那里吹牛逼, 七杀祖纵横世界的时候, 你还在吃奶呢? 我们宋家, 可不会拿命来同你开玩笑。 齐等贤贪手道, 哥们说实话, 就是没人性, 吹出去的牛逼人家, 反而信以为真。 M。 孙清悬黑脸道, 你们在这里吵什么吵? 滚出去, 别影响病人的心情, 真要出了什么事, 负担得起责任吗? 宋雪里也是见宋五月发激动, 绷带都渗血了, 皱了皱眉之后, 还是选择了转身离开, 免得老爷子真被他气死在病床上, 那他这不孝子的名声, 要被一辈子了。 家瑜, 你必须要让你爷爷改变主意, 否则的话, 我们一家人都会死。 宋雪里神色冰冷地, 对着宋家瑜说道, 好吧, 我尽量。 宋家瑜苦笑着道, 他知道宋五的脾气, 可不好劝。 齐等贤正好走出来, 宋雪里美好气地看了他一眼, 抬腿就走。 宋家瑜却是忍不住问道, 你真能跟七杀祖联系上吗? 齐等贤点了点头, 说道, 当然, 宋家瑜有些不大相信, 将信将一地道, 那就拜托你了。 甲鱼妹, 说话别这么违心好吧。 齐等贤发了个白眼, 你要是不信我, 可以给我十一八亿的, 让我为你卖命啊。 宋家瑜脸色发黑, 果然, 龙家对这个家伙的负面评价, 不是没有道理的。 齐等贤在孙家待了一阵之后, 准备离开, 但到孙家的门口时, 却看到了宋仆这个讨厌的家伙。 他对宋仆没好感, 主要是这次做事太没下线, 恶心人得很, 为了帮杨毅等人夺权, 故意用胡玉与杨冠冠的母女关系搞事情。 家瑜, 二爷怎么说? 宋仆直接忽视了齐等贤, 开口便对着宋家瑜道, 爷爷太固执了, 说他这把年纪了, 左右都得死, 不在乎。 宋家瑜道, 宋仆脸色发黑, 说道, 那你呢? 你是什么想法? 宋家瑜毫不犹豫地道, 爷爷说什么, 我便做什么? 第1729章 七杀组 宋家瑜的这句话, 让宋仆感觉到不爽了。 宋家瑜, 你是想跟着冥顽不画的二爷, 一块去见阎王是吗? 你难道不知道, 这一次对他出手的人, 是七杀组的杀手吗? 宋仆冷冷地质问道, 我是爷爷一手带大的, 他说什么, 我便做什么? 宋家瑜却是很认真的回应道, 我不能让爷爷一个人去面对这些事, 我得站在他身边。 宋仆听后连连摇头, 冷笑道, 愚蠢, 无知, 愚忠, 你如此执迷不悟下去, 到最后, 只有死路一条。 宋家瑜沉默不语, 宋仆道, 既然你不愿意, 那么, 你挽救一下自己的亲人, 也可以吧。 你应当出面, 去劝说你的这些亲戚, 让他们一起, 反对而言。 宋家瑜却道, 我不会做背叛爷爷的事情。 宋仆听得火冒三丈, 脑火道, 你不怕死吗? 宋家瑜道, 我当然怕。 宋仆便道, 那你去劝说你的亲戚, 让他们, 把权力交出来给我, 我可以保住他们的命, 避免被七杀组的人伤害。 宋家瑜却道, 我做不到。 宋仆气的抬起巴掌, 便往他脸上甩去, 但是却瞥见齐等贤走了过来, 这一巴掌, 便始终没能打下去。 毕竟, 齐等贤这家伙, 借题发挥的能力, 可是顶级的。 人家假愚昧的思想觉悟, 可跟你们这些五逆子不一样。 你在这里狗叫什么呢? 齐等贤淡淡地道。 宋家瑜, 你就等着死好了。 你们一家人, 都洗干净脖子等着呗。 宋仆皱着眉头, 冷冰冰地甩下一句话来。 说完这话, 宋仆转身就走, 也不多停留。 宋家瑜不由轻轻握了握拳头, 没有说话, 但内心当中也是挣扎的。 他不知道自己爷爷的选择到底对不对, 但他还是选择了无条件相信与支持。 就在这个时候, 宋家瑜接到了父亲打来的电话, 就听宋学礼有些焦急地道。 宋家瑜, 咱们家不少人都上了七沙组的悬赏榜单, 你爷爷改变主意了吗? 宋家瑜听到这话后, 也是发愣, 片刻之后, 他才回应道, 爷爷说坚持己见, 绝不会因为任何外力, 而改变自己的想法。 宋学礼气得有气无力地问道, 他是想, 我们这一家都断子绝孙是吗? 宋家瑜道, 齐大主教说, 会帮我们解决七沙组的问题, 让我们不要担心。 宋学礼道, 他算个屁。 说完这话之后, 他匆匆挂断了电话, 显然是准备想办法解决这件事, 避免家人真的被杀手组织威胁到安全。 你们既然上了悬赏榜单, 那就不要出去乱走动了。 你今天就暂时留在孙家, 继续照顾你爷爷, 我去解决这件事。 齐等贤对宋家瑜道, 嗯, 好。 宋家瑜想了想, 点头答应下来, 齐等贤坐进车里, 这才不慌不忙打了大鹅的电话。 大鹅很热情地道, 二当家, 这是有什么消息要告诉我吗? 哎呀, 我最近日子过得很艰难, 估计借不出钱来给你了。 齐等贤道, 我知道你的银行被挤兑, 所以, 也不是来找你要钱的。 古兴司机长须短叹, 说道, 政府这帮人恶心得很, 分化我们这些寡头, 暗地里搞小动作。 那什么, 我这边又吃下了一个政府旗下的工厂, 设备可以便宜甩卖, 你要不要? 齐等贤道, 你先留着吧, 我到时候让人跟你联系。 这些寡头们就是如此, 架空政府, 逼迫政府出让各种利益, 毕竟, 现在大多数政府人员的工资都是他们发放的。 别说政府了, 就是军队的军饷, 大部分都来自于他们这些寡头, 可见, 他们在雪国的权势, 已经到了一个如何滔天的地步。 那什么, 让沙神接个电话。 齐等贤说道, 古兴司机把手机给了沙神, 沙神那沉稳的声音传来。 二当家, 您找我。 齐等贤道, 我记得你曾经是七沙族的人吧? 他们的高层对你也非常尊敬是吧? 沙神就到, 是。 齐等贤道, 你联系一下七沙族, 告诉他们, 暂时不要动宋家的人。 顺带着, 派个人来跟我聊聊, 我有点问题要问他们。 沙神说道, 明白。 说完这话之后, 两人便切断了联系。 沙神就是个这样沉默寡言的人, 人狠话不多的代表性人物。 所以, 齐不宇很看好他, 这才给了他外派的机会。 沙神的办事效率很快, 齐等贤找了的咖啡厅, 坐着没几分钟, 就接到了七沙族打来的电话。 齐等贤报上地址, 沙手很快就过来了。 这是一个亚洲面孔, 听他说话的语气, 应当是个劫棚人。 沙手在看到齐等贤之后, 不由有些不解, 觉得这个年轻人看上去似乎没什么牛逼的, 为什么组织那么重视, 还让他不要得罪此人。 阁下, 我就是七沙族的人, 请问您找我有什么事? 这个沙手坐下之后, 很客气地询问道。 哦, 我是想问问, 是谁在针对宋家? 雇主是谁? 齐等贤淡淡地问道。 听到这个问题, 沙手的脸色, 不由变得很古怪。 这种出卖雇主的事情, 在沙手界当中可是大忌, 这会影响组织的名声, 以后会接不到单子。 沙手摇了摇头, 道。 阁下, 这个问题我不能回答, 这是违背原则的事情。 齐等贤听后不由, 挑了挑眉头, 冷笑着说道。 你来之前, 你的组织没跟你说明白吗? 沙手却是神色冷漠, 道。 阁下不要开玩笑了, 这可是组织上的规定, 无论发生任何事情, 都不得出卖雇主的情况。 齐等贤摇头道。 那老子, 找你来干什么? 沙手笑了笑, 说道。 你其实可以不找我。 但就在这个时候, 贪狼忽然出现, 他跑了进来, 妖宫一样嘚瑟道。 二当家, 二当家, 您吩咐我的事情, 已经做好了。 中穿袖子答应, 明天就动手, 把黑社会的那些垃圾, 都给干掉。 齐等贤听后, 满意地点了点头, 道。 做得不错, 赏你一杯咖啡喝。 哎, 好嘞, 谢谢二当家。 贪狼客客气气地坐下。 对面的杀手看得一阵愣神, 直勾勾盯着贪狼的脸在看, 半赏之后, 才有些不确定地道, 您是, 贪狼。 第1730章, 第1730章, 苦肉计。 贪狼听到对方称呼自己, 不由一正。 他转过头来, 和蔼可亲, 对着这杀手笑道, 哎呀, 您是二当家的朋友啊。 不必客气, 叫我小狼狼就好。 这七杀族的杀手满脸震惊, 卧槽, 大名鼎鼎的地下世界之王, 这么客气的吗? 这么平易近人的吗? 他不是我的朋友, 只是七杀族的一个杀手而已, 我找他来问点事情。 齐等贤淡淡道, 哦, 杀手啊, 什么垃圾, 除了杀神之外, 没一个能入本大爷法眼的。 贪狼不懈地转过了头去, 这名杀手瞬间无语, 哥们也是顶级杀手好不好。 不过, 一想对比的对象是杀神, 瞬间就扬尾了。 杀神那可是杀手界的传奇人物, 许多大人物都命丧他手, 是这些杀手都难以企及地存在。 贪狼懒得在搭理这个杀手, 而是对着齐等贤道, 二当家, 我这办好了事, 能不能奖励一下? 齐等贤道, 当然得奖励。 贪狼大喜, 道, 上次的收入, 分我百分之一, 就很满足了。 齐等贤便淡淡道, 奖励你为这顿咖啡买单吧。 你要知道, 想让哥们白嫖的人都是排着长队的, 让你买单, 是你的荣幸。 贪狼听后, 脸色一变, 如丧烤笔, 叹了口气道, 二当家牛逼, 二当家, 说得有道理, 一会儿我买单就是了。 他想死的心都有了, 半成了事没奖励不说, 反而还要被齐等贤给白嫖, 想想都憋屈啊。 齐等贤也没兴趣, 再跟贪狼废话, 对着眼前这个杀手说道, 赶紧把我要知道的消息告诉我, 不然, 我放狗咬人了哦。 这杀手还有点猛圈, 下意识到, 哪里来的狗? 汪, 汪汪, 贪狼立刻呲牙咧嘴地叫了起来, 引来外人侧目, 这杀手嘴角疯狂抽搐, 好家伙, 狼真就是犬科动物呗。 齐等贤慢条斯理地喝了一口咖啡, 道, 那天在孙家门口狙击送我的人是谁, 又是哪个雇主安排的? 说来听听可好, 这杀手是真被齐等贤给吓到了, 贪狼这样的人物都变成了舔狗, 那自己能招惹得起吗? 于是, 他老老实实地说道, 实不相瞒, 是我动的手, 而雇佣我们的人正是送我的亲哥哥宋文。 齐等贤一听, 愣了片刻, 然后觉得孙夫人是真的厉害, 眼光独到, 一眼就看穿了事情的本质啊。 不过, 宋文没让我要他的命, 只是让我打他的右胸, 子弹也经过特殊处理的, 一般打不死人, 只是贯穿过去。 这杀手说道, 齐等贤捏着自己的下巴沉吟着, 说道, 那现在七杀组的悬赏榜单上, 又挂了宋家的其余人, 这是怎么回事? 杀手便道, 吓唬人而已, 都是只伤不杀, 顶多捅个一刀, 枪打下屁股, 不会把人搞死搞残废的。 七等贤问道, 为什么呢? 杀手摇了摇头, 道,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了, 我要知道的话, 肯定告诉你, 我也很奇怪这样的任务。 七等贤嗷了一声, 说道, 没事了, 你可以走了, 不过, 暂时不要动手了, 明白了吗? 杀手答应下来, 起身离开了咖啡厅, 这宋文是有钱没地方花啊, 伤人却又不伤命, 岂非是白费功夫, 不如我去包点饺子, 送到他桌子上去。 贪狼两眼放光地问道, 七等贤白了他一眼, 道, 你的智商不配知道这些事情, 我先走了, 你留下来买单。 贪狼一肚子怨气, 等到七等贤转过身后, 便对着他的后背张嘴, 发出无声的咒骂, 我他妈。 待到七等贤离开咖啡馆之后, 贪狼才得意道, 什么他娘的二当家, 在神山结衣和中穿袖子面前, 不还是我小弟, 今晚上, 就让中穿袖子一边哑灭蝶, 一边骂你。 贪狼也就只敢被地里口嗨一下, 如果当面说, 估计下一秒就得被捶死。 七等贤离开咖啡厅, 便回到了孙家, 直接去找宋武。 宋家于正守候在病床边, 见七等贤回来了, 忍不住问道, 七大主教, 情况如何了? 七等贤道, 你不用担心七杀祖的事情, 我有点话, 单独要跟宋老爷子聊聊。 宋家于有些不悦, 但还是选择了回避。 老爷子, 你这是跟自家大哥在玩苦肉计呢? 七等贤笑着问道, 在宋武身旁坐下。 宋武听到这话后, 不由狠狠一正, 目光灼灼地看着七等贤, 也不隐瞒。 道, 你是个聪明人, 我也就不否认了。 不过, 你是怎么知道的? 七等贤道, 我联系了七杀祖的杀手, 人家告诉我的, 雇主是宋文, 而且要求只伤人不伤命。 不过, 你还真是下得去决心啊, 这样一枪下来, 就算不死, 半条命也没了。 宋家, 还真是人节辈出呢。 宋武没想到, 七等贤居然真的与七杀祖有联系, 略微吃了一斤后, 道, 没想到你路子这么野, 连杀手组织的人都认识。 七等贤却是笑着说道, 老爷子, 你这是准备到左臣这边来当卧底呢? 宋武看着他, 冷冷道, 我为什么要当卧底? 七等贤道, 苦肉计啊! 苦肉计不就是卧底吗?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一首赞美卧底的歌? 卧底老嘎, 就住在那个臀, 我嗨那个臀雷吐生吐长。 宋武没兴趣, 听他插磕打混, 直到, 这不是为了卧底, 而是为了保全宋家。 七等贤道, 我不信。 为什么? 宋武皱了皱眉, 因为我是老六啊。 七等贤一摊手, 说道, 所以, 我也怕别人溜我呢。 宋武顿时一阵无言, 什么人呐, 这是, 你不要干预七杀族的事情, 让他们的人动手, 这样看起来才真。 宋武无奈地说道, 他和宋文的谋划让七等贤看穿了, 他也没办法, 若是别人, 倒可以考虑灭口, 可这位, 实在动不起啊。 七等贤却道, 你就不怕他们失手啊? 万一真的死人了, 可怎么办? 宋武道, 不会的, 七杀族的杀手都是精英, 他们不会轻易失手的。 七等贤摇了摇头, 哦, 就怕有人野心太大, 真想借着这个机会把你们给灭了, 然后夺权啊。 宋武没再说话, 闭上了眼睛, 道, 事情很快就结束了, 我们有自己的谋算。 不过, 七等贤还是不太相信宋武的话, 总不能人家说什么就是什么吧? 万一这丝真是, 卧底进来当老六的, 可就不妙了。 第1731章, 两条大枪。 七等贤既然说七杀族的事情已经解决, 不用担心, 宋家瑜也是略微, 放下心来, 正好要回趟家拿些东西。 七杀族这边, 也的确是给予了七等贤绝对的尊重, 他让那些杀手暂停行动, 那些杀手便真的眼气息鼓了。 不过, 就在宋家瑜即将返回到孙家的时候, 一辆卡车以极快的速度从侧面向着他开的这辆奔驰冲了过来。 在这瞬间, 宋家瑜脑子不由一猛, 下意识就要去踩刹车。 然而, 女司机的基因却救了他一命, 他这一脚, 直接蹬在了油门上, 而且给的还是一脚的板油。 他的这辆Armes 63的强大性能瞬间爆发, 5.5T的大排量发动机, 一下就把车推得如闪电般窜了出去。 那卡车几乎是擦着他这辆车的车屁股过去的, 险些就撞到了。 宋家瑜也是被提起来的车速吓了一跳, 赶忙踩了一脚刹车把速度降下来, 然后变头也不回地往孙家开去。 他知道, 这多半是来要他命的人, 只有到了孙家才是最安全的。 这其大主教不靠谱啊。 还说什么, 已经搞定了七杀组, 我险些把命都给丢了。 宋家瑜迎牙暗咬, 气得不行, 刚刚经历了生死瞬间, 让他心跳如同肋骨一般, 额头上都浮现出了一层香汉。 宋家瑜把车停好进了孙家, 正好撞见要回去的七等贤, 便恼火道, 你刚刚不是说七杀组的人已经被你搞定了吗? 我信了你的邪, 差点就死了。 靠北! 七等贤听后, 不由一愣, 道, 怎么回事? 宋家瑜把刚才自己经历的事情说了一通, 这让七等贤也不由冒火, 但转念一想, 不对劲啊, 七杀组的人也说了, 只是伤人不伤命的。 刚刚那卡车, 明显就是奔着把宋家瑜撞死了去开的, 多半不是七杀组的人才对。 他直接打了个电话去询问情况, 结果得到答复, 他们七杀组的杀手们, 还真没有一个人动手, 全部都老老实实呆着呢, 不是七杀组的人来杀你的。 七等贤对着宋家瑜说道, 我说, 假鱼妹, 你火气别这么大好吧。 宋家瑜愣了愣, 说道, 不是七杀组的人, 那是什么人要谋杀我? 刚刚那辆车, 肯定就是奔着要我命来的, 绝对没错。 七等贤若有所思地道, 你稍等啊, 我让人去查查好了。 说完这话之后, 他直接拨通了刘宾威的电话。 刘宾威可是青竹帮的龙头, 青竹帮这类江湖社团 要查这些事情, 是再容易不过的了。 跟刘宾威说了情况之后, 他表示, 立刻就去调查, 一定找出幕后的黑手来。 而后, 七等贤又给段天涯去了个电话, 让他动用一下天道萌的力量帮忙, 或许进度能够快一些。 段天涯自然是满口答应下来, 也狠给七等贤面子, 立刻让手下行动了起来。 为了不让段天冲继续走偏, 一向不怎么过问社团事务的段天涯, 已经从幕后走到台前来了, 开始着实处理一些社团内的事情。 甲鱼妹, 事情查清楚之前, 你还是不要离开孙家走动了, 避免发生意外。 七等贤道, 话音刚落, 宋家瑜的手机就响了起来, 他接通之后, 脸色变了变, 因为有人已经出现意外了, 而出意外的人正是他的亲戚, 而且还是两个掌握有一定财权的亲戚。 宋家瑜惊骇道, 我得去告诉爷爷。 他匆匆忙忙跑进去, 对着宋武就道, 爷爷, 出事了。 宋武听完之后, 脸色也是不由便了, 他感觉到震惊, 因为在此之前都已经商量好了的, 伤人不伤命, 绝对不能搞出人命来。 但现在, 已经有两个人被杀手给解决掉了。 齐等贤看着宋武的神色, 发现并不是装的, 显然, 他还真是在严苦肉计, 而并非是想当老六。 为什么会这样? 宋武有些懊恼, 也有些痛苦, 他觉得这都是他的责任。 动手的人并非是七杀组, 而是另外的杀手。 很明显, 我刚当的担忧成真了。 齐等贤淡淡地说道, 宋武深深吸了口气, 问道, 是谁? 齐等贤道, 我已经找人去调查了, 结果出来了, 不就知道了? 现在, 我也不清楚是什么情况。 宋武对齐等贤道, 有劳齐先生帮忙解决一下此事, 事后, 奉上一亿米金线里。 齐等贤听着前半句, 本来是懒得搭理的, 但后半句话一说出来, 脸上就笑开花了, 道, 宋老爷子太客气了, 米金什么都无所谓, 主要是我见不得有全权报国之心的宋家之人, 惨死在杀手的手下而已。 宋武和宋家于这爷孙两人面无表情, 心里都不约而同, 想起龙家对其等贤的一系列评价来。 宋家这种豪门望族, 要拿出一亿米金, 还真不是什么难事。 而且, 此事关乎宋武这一脉的安危, 哪怕是再多的钱, 也得往外掏的。 嗯, 那就有劳了。 另外, 我们在海外的一些生意, 还请你通通气, 让那些大佬不要再给压力了。 宋武说道, 好, 一切都好说。 齐等贤笑盈盈地刀着, 看着宋武都觉得分外亲切了。 他详细询问了宋武这一脉, 在海外的那些公司, 然后便打电话给李云婉, 让李云婉跟海外的大佬们通通气。 齐等贤说道, 等到调查结果出来, 我就帮你们解决这件事, 时间不早了, 我就先回去了。 宋武道, 好。 齐等贤离开了房间, 静止去找九亨。 九亨正在扎着马步, 缓缓吐息着, 见齐等贤过来, 不由问道, 什么事? 齐等贤说道, 大枪给你安排上了, 跟我走吧。 九亨听后, 双眼放光, 说道, 好好好, 看老子一枪一个, 把两个小鬼子都戳死在墙上。 老齐师父定死一个, 我就定死两个, 逼格肯定比他高。 齐不宇若是知道九亨的想法之后, 肯定会不屑, 并告诉他, 论装逼, 你是敌不过我的。 齐等贤带着九亨回到了孙颖书的豪宅, 院子里, 果然有两条两米多长的大枪靠着墙壁放着。 九亨走过去, 拿起大枪捂了两下, 道, 还行, 枪杆子的材料不是那么讲究, 但也能将就用。 齐等贤无奈苦笑, 现代社会, 真正的好枪是很难找的。 这两把枪, 还是他让刘兵威从戏班子里搞出来的呢? 这丝事情太多了, 非要效仿我爹, 就不知道弄两把沙鹰。 我爹可是会用沙鹰的七百大鞠, 一枪一个脑壳, 齐等贤暗暗吐槽着。 他的枪法比较一般, 但其不语可是神枪手, 而且还能把太极拳和枪法结合起来。 不幸的话, 去问问到地藏王处报到的卡达。 第1732章 杀鬼 齐等贤在大半夜的时候爬了起来, 然后叫醒九亨。 九亨早就等着了, 一睁开双眼后, 便兴奋地不行, 说道, 是不是可以出发? 然后动手了。 齐等贤点了点头, 道, 出发吧, 去干掉那两个小鬼子。 他早就看两个小鬼子不爽了, 只不过碍于局势一直都没动手, 而且, 这两个小鬼子也是有CIA的人罩着。 但这回, 他们跟非军扯上关系, 而且中穿袖子愿意随贪狼反水, 那便断没有再留这两个小鬼子在人间的道理了。 国仇家恨什么的, 虽是过去是, 原谅他人的过错也应当是君子的高尚品德, 但是, 这也仅限于原谅那些愿意正视历史之人。 唯有正视历史, 才能被他人所正视。 齐等贤对于杰鹏国那些愿意承认历史, 并且为先被忏悔的老艺术家很尊重。 但东条巨石, 山本阳界这两人, 却是得不到他半点尊重的。 东条巨石和山本阳界, 还在做着, 贪狼帮他们除掉齐等贤的美梦。 毕竟, 贪狼说了, 核弹头即将解封, 到时候, 让齐等贤死一百次。 但是, 东条巨石却在这个凌晨, 被嘈杂的声音所惊醒。 树然惊醒的他, 脑子里一时间还有些猛逼, 一个手下却是惊慌失措地推开了房门, 惊呼道, 东条军, 出大事了。 东条巨石却道, 不要慌, 要临危不乱。 你告诉我, 出什么事了? 这个手下惊恐无比地, 把他从床上拉起来。 啊, 来不及多说了, 飞军的人忽然对我们大开杀箭, 兄弟们快要死伤殆尽了。 东条巨石听到这话之后, 脑瓜紫嗡嗡地, 惊怒交加道, 什么? 开什么玩笑? 中川袖子小姐, 可是我们请来的, 飞军的人, 为什么会对我们大开杀箭? 这手下惊慌道, 他们说是, 奉了贪狼的命令。 贪狼在这些地下世界组织之人心目当中的地位, 那可是相当高的, 哪怕是飞军的这群疯子都拿他当偶像。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怎么会这样? 东条巨石惊恐无比, 终于不再淡定了。 他在黑蛇会当中一向扮演着一个冷静的智者, 但这一刻, 他脑子也炸开了, 手脚不受控制地颤抖了起来。 山本阳界这个时候, 衣衫凌乱地跑了进来, 道, 东条军, 快逃, 飞军的那群疯子大开杀戒了, 我们的人, 都快死光了。 东条巨石, 浑身都起了鸡皮疙瘩, 立刻与山本阳界逃跑。 他们看到, 楼下的大厅当中, 飞军的人冲了进来, 拿着砍刀到处砍杀黑蛇会的成员。 中穿袖子与贪狼的身影出现在门口, 这两人走在一块, 说说笑笑, 好像眼前的一切都不足为奇一样。 该死, 为什么会这样? 东条巨石气得几乎吐血, 他不知道贪狼为何要对付他们, 而且, 在此之前, 他与贪狼一直保持着联系, 甚至赚了十亿米金给对方解冻账户。 现在, 人家收了钱, 还要来搞他们? 这是什么道理? 山本阳界没给东条巨石多家思考的机会, 拉着他就跑, 从二楼的窗户中翻了出去, 而他们的手下也真是足够忠心, 死死抵挡住飞军的这群疯子。 两人成功逃脱, 一路狂奔, 都不敢停下来。 该死贪狼, 收了我们的钱, 居然还要杀我们, 他到底是想干什么? 东条巨石失去了冷静, 怒声大骂, 是不是不想偿还那十亿米金? 山本阳界皱眉, 觉得事情很蹊跷。 东条巨石摇了摇头, 说道, 不知道。 两人放缓了脚步, 正在交流, 却发现, 前方出现了一道魁梧的如同魔神一般的身影。 这道身影, 手里, 提着两杆长枪, 正驻足在此, 似乎是在等待他们。 两个小鬼子, 佛爷我等候你们多时了, 今天, 就送你们去见圣主。 此人正是九亨, 他双脚插开, 提着两杆大枪, 杀气腾腾。 不好, 是九亨。 两个劫鹏人看到他之后, 后脑都不又发凉了。 他们是见过九亨与克拉克的战斗的, 虽然九亨输了, 但其有多厉害, 两人, 是非常清楚的。 东条巨石道, 阁下何必跟我们过不去? 或者说, 阁下是想要钱。 我有多少, 就给多少。 九亨却说道, 钱什么的, 我不在乎, 我只想将两位钉死在墙壁上。 他目光打量着两个小鬼子的胸膛一带, 似乎是在思考, 怎么钉死两人。 不便, 我们自己解错。 东条巨石却是咬牙, 冷声说道, 九亨却是宁笑道, 佛爷说了, 亲手送你们去见圣主, 没听明白吗? 还要自己解错, 你们有这个资格吗? 说完这话之后, 九亨大步就朝着两人奔来, 手里踢着大枪, 气势汹汹。 这两人也是硬起头皮来, 拼死一搏, 嘴里发出大吼, 逆冲九亨。 哈哈, 哈哈, 九亨狂笑, 两条长枪挥舞起来, 逼得这两人像猴子一样上蹿下跳。 齐等贤坐在远处的车里, 双脚翘在车台上, 双手枕着脑袋, 嘴里哼着歌,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冬条巨石和山本阳界这两人, 虽然练过点空手道, 和气道之类的功夫, 但也就是强身健体, 稍微防身用的, 哪里是九亨这种级别高手的对手? 只是一两个回合而已, 山本阳界被九亨的大枪一抽, 整个人横飞出去, 后背东的一声靠在墙壁上, 头晕眼花, 还没来得及多想, 便觉得胸腔里一凉, 接近着便是炙热无比的灼烧感传来。 他低头一看, 只见一杆长枪洞穿了自己的胸膛, 枪头从他的后背扎出, 穿破了墙壁, 直接给他钉死在了这面墙壁上。 杨剑! 冬条巨石牙子欲裂, 伸手摸出一把小匕首来, 就准备捅进自己的腹枪内, 进行剖腹戒错。 但九亨却已经转过身来, 一击大枪点头啪的一下, 打在冬条巨石的手腕上, 给手腕扎出一个大洞, 使得他的匕首脱手飞出。 在佛爷的面前, 你连自杀的资格都没有。 九亨高呼道, 他手腕一抖, 大枪扎入冬条巨石的腹部, 给人挑起, 然后猛然一甩。 冬条巨石惨叫着飞了起来, 撞上墙壁, 正落在山本阳界的身旁。 还没等冬条巨石的身体滑落下来, 九亨手里的长枪飞出, 扑的一声, 从此人胸膛定了进去, 将墙壁扎穿, 给他钉死在了墙壁上。 冬条巨石嘴里流血, 不甘心得看了九亨一眼, 然后脑袋垂落下来。 两个劫鹏人, 整整齐齐地, 被钉死在了岛北市的某条街道上。 第1733章, 背锅。 看着两个被钉死在墙壁上的劫鹏人, 九亨有一种很舒坦的感觉。 这种杀人方式, 第一次尝试, 竟然如此地过瘾啊。 阿弥陀佛, 圣主会原谅你们的。 九亨单手竖起, 对着两人的尸体缓缓说道, 进行超度。 说完这话后, 九亨转身离开, 走到七等贤的车旁来, 拉开车门坐了进来。 七等贤看着九亨, 问道, 舒服了? 九亨点了点头, 道, 舒服了? 这两个家伙, 就应该用这样的方式, 去死。 想了想, 九亨准备下车。 七等贤问道, 你去干什么? 我得用他们的血写个字啊, 不然, 人家都不知道, 是我替天行道。 九亨信冲冲地说道, 你写什么啊? 七等贤不由恼火了, 真就目无王法了是吧? 九亨就到, 准备写个替天行道者, 圣光骑士团团长九亨, 七等贤险些一口老血喷出来, 直接给九亨抓回了车里, 说道, 好好歇着吧, 黑蛇会被灭了, 天一亮, 肯定会掀起惊涛骇浪来。 不给九亨机会, 他开着车, 就禁止返回财阀夫人的别墅, 同时觉得, 平时应该多注意一下九亨了, 免得自己被坑。 回到别墅之后, 九亨还很兴奋, 直接就开始练功。 这给七等贤看得不由翻了个白眼, 既然九亨都这么努力了, 他当然也不能荒废, 也进了夫人的卧室里开始练功。 九亨觉得自己的身体状态不错, 恢复得很好, 最起码, 最近运进发力, 不会再感觉内脏疼痛了, 只是, 身体的协调性对比受伤之前还是差了一些, 这需要时间训练和调整。 小齐师傅, 你武功这么高, 不思进取到金刚不坏的境界, 成天荒废, 小兴被我超越了吊打。 九亨练到天色大亮, 才见七等贤出来, 不由教诲他两句。 七等贤却是冷笑道, 你怎么知道我没练功? 九亨不屑道, 你练的什么? 七等贤淡淡道, 我练的枪术, 一记大枪点头, 我就已反复练了数百次, 早已魔力的炉火纯青了。 九亨大吃一惊, 道, 哦, 你躲在屋里练枪术, 莫非是准备了要针对克拉克的杀招? 七等贤道, 对对对, 然后, 他让九亨陪他搭手。 七等贤让九亨师斩出克拉克的擒龙手, 来, 九亨与克拉克有过直接交手, 领会过这一招的厉害, 到了这种级别, 那些招式, 看一眼就不会忘了。 而且, 九亨最近也一直都在琢磨, 只得其行, 不得其意。 我用出来, 没那么大的杀伤力。 九亨摇了摇头, 说道, 套个招而已, 我想看看我研究的打法, 能不能应对这招。 七等贤便说道, 两人切磋, 本来就是发力不发尽的, 不然收不住招, 会直接把对方给伤了, 那反而不妥。 九亨立刻与七等贤切磋了起来, 他施展柯拉克的独门绝技擒龙手, 然而, 那股感觉始终是差点。 九亨道, 柯拉克施展起来, 就好似一张大网都投而下, 你全身上下, 都在他的擒拿范围当中, 尽力连绵不绝, 宛如一根根铁丝缠绕。 七等贤以八卦掌的柳叶卓应对着, 倒也能将九亨的那股琴拿尽力切割开来, 游刃有余。 还是不够, 我是施展不出他的那种力量来。 如果是他来的话, 你这八卦掌, 未必够用。 九亨说道, 这柯拉克还真是传奇人物, 身为一个外国佬, 却将华国文化钻研的堪比那些国学大师, 对于权术的理解也是独步天下。 若他生来就是个华国人, 成就恐怕还会更加的恐怖。 七等贤道, 他与柯拉克立场不同, 但这样的对手, 还是让他心生敬意。 说是英雄相惜, 道也不为过。 学武, 最重要的便是认清自己, 同样, 也要认清他人, 否则的话, 很容易误入歧途。 七等贤比夷那些没有人格之辈, 却也敬仰那些品德高尚之人。 柯拉克这个人, 无论从哪方面来看, 都是一个值得尊敬的对手了。 以前的武林, 想出一个剑神不坏的高手, 比登天还难, 但现在, 却是涌现出不少将拳法练到此等境界的人物。 如此盛景, 还是孙先生搞革命那会儿才有。 天下武林人士, 为了匡扶家国, 舍身忘死, 对抗朝廷, 对抗洋人。 久亨缓缓地说道, 你那自创的一拳, 名为革命, 倒也应了这个时代的景。 只是不知道, 你要急的是谁的命? 七等贤厅后笑了笑, 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而是问道, 赵玄明利用历代高僧作画留下来的舍利, 强行提升了精神。 你是佛门的人, 是不是可以考虑去瞻仰一下精神, 从而获得一些启发? 九亨哈哈大笑, 道, 歪门邪道而已, 我要踏破五道之巅, 必然只用自己的力量。 两人切磋完毕之后, 七等贤接到了一条条信息, 黑社会的两大巨头, 被九亨钉死街头, 其余人员, 也都被非军覆灭的消息一下传开, 这引起了轩然大波来。 不过, 七等贤早在此前就与孙国泉通过气了, 在动手之前就开始运作了的, 不担心此事会进一步发酵, 让那个叫齐步语的哑巴尝命。 杰鹏国内发出了这样的声音来, 这两人的死法与大祭司的死法如出一辙, 所以, 自然而然, 嫌疑就落到了齐步语的脑袋上。 大当家此刻正在办公室里上网冲浪, 看到那些评论之后不由大怒, 而后双手飞快地在键盘上敲击起来。 哥们现实里不能说话, 网络上还不能重拳出击吗? 各种脏话, 直接喷得那群剑盘侠, 找不着呗。 华国方面必须交出齐步语, 给我们结朋友一个交代, 有人在叫嚣, 不然的话, 就制裁他们。 妈的, 来来来, 这是我幽都监狱的地址, 车马费老子给你报销。 齐步语立刻回复了一句, 又有人骂道, 老子就在华国中海市, 地址在下面, 你有种来教训老子, 键盘侠, 叫你妈呢? 齐步语直接给在中海市的龙门客卿, 叶峰发去信息, 把地址报给了他, 让他上门去打人。 杀人就杀人, 非要模仿老子, 害老子背锅, 这坑店。 齐步语心里暗想着。 然而, 九亨看着网络上的那些评论, 却是不由傻了眼。 第1734章, 黑手。 九亨气急败坏, 这明明是自己动手杀的人, 偏偏出风头的, 是齐步语。 网络上已经吵得不可开交, 有个杰鹏人说自己在中海, 然后被齐步语顺着网线找过来打了一顿, 就离谱。 而齐步语也很嚣张地, 一次次贴出幽都监狱的地址, 让这些人不爽, 就过来找他。 九亨眼睛都红了, 怒道, 苍天无眼。 佛法没有卵用, 我要承摩。 齐等贤觉得好笑, 九亨这次每次都想装逼, 奈何, 总是阴差阳错没装成。 都怪你啊, 我就说, 要写下名字来的, 你偏偏不让我写。 啊, 气煞我也。 九亨垂胸顿足, 恨得几乎吐血。 齐等贤拍了拍九亨的肩膀, 说道, 谁说站在光里的, 才算英雄。 你是雇佣者, 没有名分, 却永垂千古。 九亨听了这话, 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说道, 不错, 佛爷我是雇佣者, 做好事不留名。 齐等贤见把九亨给忽悠住了, 这才松了口气。 然后, 他接到贪狼打来的电话, 这小子挺嘚瑟的, 告诉齐等贤事情都办妥了, 是不是应该给予奖励。 齐等贤便道, 我本来打算把你和中穿袖子的事情告诉蓝忧的, 但你既然把事情办得这么漂亮, 我就不多这个嘴了吧。 贪狼就笑道, 哎呀, 奖励不奖励的无所谓了, 主要是能给二当家办事, 我就很荣幸。 说完这话之后, 他迅速把电话给挂了, 气得不行, 但又无可奈何, 只能在心里无能狂怒了。 最多最多, 也就是让中穿袖子一边哑灭蝶, 一边帮他骂齐等闲着狗贼。 孙隐叔此刻正在屋里看着新闻, 新闻上播报他与戴特昨天参加的发布会。 镜头上的他, 自信满满, 光彩动人。 通过这场新闻发布会, 他与戴特的合作, 算是真正展开了。 反观与孙隐叔较劲的李璇真就没那么过得好了, 他气得几乎暴毙, 还以为黑社会真能给气等闲带来点麻烦呢, 结果, 今天就都被噶了。 还是让人用长枪钉死在了街头上, 简直惨得不能再惨。 克拉克在得知黑社会的事情之后, 当即就要出动CIA的人搞点事情, 但孙国权却快他一步, 蓬莱官方已经出手了。 有消息说是东条巨石, 山本阳界这两人与飞军这种近乎恐怖组织的势力勾连, 准备在蓬莱发动恐怖袭击以影响大选。 戴特给齐等贤打来电话, 问是不是他动的手, 把东条巨石和山本阳界以及一众黑社会成员给灭了。 嗨, 不是我动的手, 是他们自己跟飞军闹内讧呢。 齐等贤如实说道, 的确不是他动的手啊, 齐大主教多纯洁, 白莲花, 怎么能干这事呢? 戴特却是知道, 这事与齐等贤肯定有关系, 挂了电话之后, 心里不由感慨, 还真是什么样的, 老子就有什么样的儿子啊, 这搞出来的事情, 不比当年齐不语搞出来的要小呢。 这件事闹得不小, 不过好在你有所准备, 不然的话, 闹出来的乱子够你瘦了。 孙颖书说道, 他对于两个劫鹏人被九亨钉死在街头这件事也是高兴的, 毕竟, 他对劫鹏人可诉来没有什么好感, 尤其是东条巨石和山本阳界这两个家伙。 这两个家伙, 经常抛头露面为那些战犯洗白, 很恶心人。 现在, 他们死了, 世界仿佛一下就清静了许多。 神山节衣这边也是给齐等贤发来贺电, 赞美道, 不愧是贪狼先生的手下, 没两把刷子, 还真不配给他做事。 齐等贤在屋里陪着美丽的财阀夫人, 直到接到了刘宾威打来的电话, 这才动身。 现在, 宋武这一脉的宋家亲属都是提心吊胆, 生怕下一个死的人会变成自己。 跟刘宾威见了面之后, 他领着齐等贤进了一个小黑屋, 这里正关着昨天开卡车去撞宋家瑜的那个杀手。 是段天涯的人把他给揪出来的, 此人叫李德, 之前在天道门混过一段时间, 之后被开除了出去, 专门接一些烂活。 刘宾威对齐等贤说道。 小黑屋里, 李德被绑在椅子上, 身上都是伤痕, 显然是受过拷打了的。 齐等贤直接在李德的面前坐下, 哦, 说说吧, 到底怎么回事? 李德已经被青竹帮的人给折磨怕了, 立刻说道, 我说, 我都说, 别再折磨我了。 是宋少的秘书找到我, 给了我一笔钱, 让我撞死宋家瑜小姐。 宋家死掉的那两个人, 也都是宋少安排的。 齐等贤问道, 哪个宋少? 李德立刻道, 宋仆。 齐等贤听后愣了愣, 然后又觉得不足为奇, 宋仆这个人野心很大, 而且做事不择手段, 甚至有些缺德。 他趁着这个机会榆木混珠, 安排杀手刺杀宋武这一脉的人, 显然是想要借机除掉一些障碍, 方便掌握更多的大权。 原来是这小王八蛋啊, 齐等贤捏着自己的下巴, 冷笑了起来。 宋文, 宋武这兄弟两人达成了一致, 宋文这一脉继续跟着米国老混, 宋武则是靠向华国一方。 如此一来, 哪怕宋文这一脉最后真的要举家搬迁到米国去, 也能保障自己的利益和地位, 毕竟, 宋武这一脉还留在蓬莱的, 米国人肯定会利用他们对宋武这一脉进行牵制或者拉拢之类的操作。 而宋武如此狠地下心, 同样也是避免自家被清算。 在此之前, 宋家可是一直与华国官方作对, 现在虽然有意投靠过来, 但人家不一定不记仇吧。 M。 然而, 让人没想到的是, 宋仆这家伙居然如此心狠手辣, 趁机浑水摸鱼, 自己找杀手, 要借机干掉宋武这一脉的众多亲属, 然后好掌控大权。 齐等贤弄清楚了情况, 便让刘兵威先把人留着别动, 然后回到了孙家去跟宋武说明情况。 宋老爷子, 你的一亿米金莓白花, 事情我已经查清楚了, 要不要听? 齐等贤笑着问道, 说来听听吧。 宋武有些疲倦地回应道, 齐等贤便将事情经过娓娓道来, 听得宋武的脸色不由一阵阴沉, 他也没想到, 居然是宋仆浑水摸鱼, 安排了杀手来要人命。 宋武让宋家瑜把手机给拿过来, 准备打个电话, 齐等贤却是一下按住他的手, 阴沉地说道, 既然抓住了把柄, 那就借这个机会把他给干掉吧。 宋武听得正着, 齐等贤可是记仇的人, 宋仆在魔独杨家搞出来的那事情, 不杀他一百次, 齐大主教都觉得不解恨呢。 第1735章 克拉克的意思, 他这话, 让宋武愣了, 让宋家瑜也是有些不寒而立起来。 宋家瑜道, 太残忍了。 齐等贤道, 他前一秒还跟你小以厉害, 结果一转身, 就找了杀手来干掉你, 这就不残忍吗? 宋家瑜让他问得没话说, 甚至, 背后还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因为, 他回想宋仆这个人, 都很难相信, 他干得出这么残忍的事情来。 可以说, 宋仆在人前伪装得很好, 实际上就是一个伪君子, 不然的话, 也不会搞出这样的事情来。 宋老爷子怎么说? 齐等贤看着宋武, 沉声问道。 宋武皱了皱眉, 家里死了两个人, 这让他心里也憋着一团火, 但宋仆毕竟是大哥宋文的孙子, 如果让齐等贤给宰了的话, 那宋家恐怕就彻底分裂了。 最后, 他还是摇了摇头, 说道, 这样做不行, 不能搞出人命, 但需要给他一个教训。 齐等贤兴奋了起来, 啊, 这倒也是, 他不当人, 但你们却不能不当人。 宋武却是淡淡道, 我们要赔偿的兴趣, 只是给他一个教训。 齐等贤道, 那算了, 你们的家事, 你们自己处置好了。 他一下就变得异性索然了起来, 显然, 没好处的事情, 他懒得去做了。 不过, 宋仆这个人不干掉的话, 他指不定还会搞事情, 他野心很大, 宋文老爷子不一定能拿捏得住他。 齐等贤要不了赔偿, 那便继续拱火。 他是想干掉宋仆这王八蛋, 给杨冠冠出口恶气的。 若非宋仆让胡玉到杨家去搞事, 杨家的人也不见得就这么嚣张。 毕竟, 杨家这一击被刺, 还是让杨冠冠损失挺惨重的。 也好在是其等贤抓住了傅荣华, 让船长将之带走, 从大圈帮索要了二十亿赎金。 不过, 大圈帮在赎回附近明时已经大出血了, 这回赎回傅荣华没那么多钱, 只掏出了八亿米金, 剩下的十二亿写了欠条。 这对傅荣华来说, 简直是耻辱中的耻辱。 他想报仇啊, 但奈何几次都在其等贤手中吃大亏, 甚至连空降兵都被团灭了, 也就只能每天想一想, 恨一恨了。 你小子也别太过分了, 我已经给了你一亿米金。 宋武美好气地说道, 宋家于神色复杂, 有些气闷地说道, 我去找宋仆, 一定要把这件事给说清楚才行。 宋武说道, 不必了, 我给你大爷爷打个电话过去, 让他来解决这件事吧。 说完这话, 宋武长叹一声, 毕竟是死了两个人, 他心里还是非常悲伤的。 宋文接到了电话之后, 听宋武说了一下情况, 脸色也是变得越发难看起来。 他昨天也在奇怪, 到底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会闹出人命来? 问了七杀祖那边, 那边却说他们的杀手没有一个动手的。 起初宋文还觉得是他们的人失手了, 在甩锅。 今天接到宋武这个电话后, 才恍然大悟, 原来这一切都是宋仆在背后捣鬼, 想要借机杀人, 从而包揽全力。 他勃然大怒, 直接命人去找来宋仆, 并质问这一切。 爷爷, 心慈手软是大忌, 二爷既然想要独立出去, 那就必须要解决掉他们, 把他们掌握的财权收回来, 否则的话, 我们宋家便会被大打削弱。 宋仆不以为然地说道, 两条人命而已, 这算什么? 宋文震怒, 一个巴掌甩到了宋仆的脸上, 怒斥道, 混账东西, 他们可是我们的亲人, 你居然找杀手去杀死他们。 宋仆摸着自己的面颊, 舔了舔嘴角, 道, 如果爷爷你让七杀族的人下死守, 我也就不必这样做了。 你以为, 这么做, 可以瞒过谁呢? 宋文本想再给宋仆一个巴掌的, 但手抬起来之后, 却是没打下去, 眼神变得无比冰冷。 爷爷, 你的所作所为会让我们宋家被削弱, 同样, 也会让米国人对我们变得不信任, 我们家, 在米国可有很多生意, 甚至, 在世界各地的生意, 都离不开米国人照顾。 宋仆缓缓道, 那是我们的亲人, 其中更有你的长辈, 你这个畜生。 宋文气得不行, 立刻让你的人停手, 否则的话, 别怪我收拾你。 宋仆阴沉道, 那你怎么跟米国人交代? 你让七杀族的人伤人不伤命, 这个消息, 还是中情局盗索的。 他们知道你是什么想法。 宋文冷冷道, 他们知道便知道, 我宋文会继续帮他们做事, 但是, 我不能把整个宋家都压上去, 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是自古以来的道理。 你这都不明白吗? 宋仆却道, 但我也知道, 团结就是力量, 我们宋家自己不团结, 到时候真的灭族了。 那又能怪到谁去? 宋文让逆反的宋仆, 给气得吹胡子瞪眼睛的, 咬牙道, 现在海外的生意, 承受了这么大的压力, 你觉得不想办法, 这条路还能走得通吗? 米国人可不会做没有利益的事情, 你这个蠢货, 你把权力放给我, 让我来主持这一切, 我立刻停手。 宋仆看着宋文, 很认真地说道, 宋文凝视着他, 冷笑道, 你在威胁我。 宋仆道, 我已与克拉克将军全面合作。 爷爷, 你如果不想宋家被分裂, 或者说是那些人被我派人干掉, 那就放权给我。 有些事情, 该提上日程了, 应当要有一个最终结果了。 宋文问道, 这是克拉克的意思。 宋仆认真地点了点头。 宋文道, 好, 你想做什么? 宋仆道, 我要人, 要钱, 要资源。 然后, 举办一场最盛大的武学盛会。 宋文听到这里, 不由一惊, 他知道, 克拉克已然是让齐等贤给逼得无牌可打了, 所以要进行直接交锋了。 实际上, 克拉克也早就想跟齐等贤交手了。 两人你来我网数次交锋, 都难分高下。 这种级别的武者是有傲骨的, 哪怕克拉克是个外国人, 更何况, 他是个精通华国文化的外国人。 那你去办这件事吧。 宋文挥了挥手, 有气无力地道。 宋仆点了点头, 转身离开。 这是克拉克的意思, 要借用宋家的影响力, 让他与齐等贤的这一战, 被所有蓬莱人都关注到。 他要告诉那些, 想要支持左臣的人, 唯有依靠米国人, 他们才有出入。 第1736章, 达成目的。 宋文与自己的孙子宋仆, 达成了协议。 如此一来, 宋物也就不用担心, 自己这一脉的人, 在受到什么生命威胁。 不过, 宋仆却是要利用宋家的影响力, 为克拉克举办一场足够影响到两岸的大比武。 这样的一场比武, 必然会吸引两岸高层的关注, 同样, 也将决定左臣与犹新的大选结果。 这是克拉克的意思, 无论如何, 都是要与齐等贤奋出个生死来的。 既然如此, 那何不将这场比武的影响力, 扩散到最大呢? 宋文直接将这个消息告诉了宋武, 并说出了自己心中的疑虑来。 若是这样, 那这出苦肉计, 还有没有必要继续下去了? 宋武却觉得, 任何事情都得留个余地, 既然已经走出这一步了, 那就继续下去好了。 克拉克要来找你了, 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宋武深深看了齐等贤一眼, 深沉道。 宋家瑜听后, 也是不由吃了一惊, 道, 克拉克, CIA的领军人物, 米国的将军, 被誉为最强白人的存在。 齐等贤笑了笑, 说道, 除了他之外, 还有哪个克拉克? 超人吗? 他要来的话, 那我就只能去找蝙蝠侠了。 漫画里的克拉克, 那自然是所向披靡的存在, 真要有那种级别的人物, 齐等贤学着东条巨石, 借错就算了。 宋家瑜惊恶无比, 道, 我看过一些有关于克拉克的事迹, 这个人很恐怖, 不是超人, 也相当于超人了。 齐等贤撇了撇嘴, 道, 哥们的英文名叫布鲁斯·维恩, 可不怕他。 宋武看了齐等贤一眼, 道, 你别在这里嘻嘻哈哈, 你应当知道, 克拉克与你的这一场胜负, 决定了未来最少三十年内的政局走向。 齐等贤却是显得很轻松, 说道, 实不相瞒, 我一直都在等着他, 我现在, 热血都隐隐沸腾了起来呢。 宋武也不再说话, 但就在这个时候, 孙国全来了, 而且还引着一个男人走了进来。 这个人, 正是被任命为彭莱总经略的路通。 路通这个大佬, 哪怕是放在中枢, 都是很有能量的存在, 不过齐等贤不是很给他面子, 甚至还用斑斓锤打过他, 给人都打飞出去了。 齐等贤见到路通之后, 便知道, 宋家的事情, 算是告一段落了, 这苦肉计, 也该完美羡慕了。 宋武先生你好, 我是华国中枢任命的彭莱总经略, 路通。 路通铿腔有力地走上前来, 对着宋武进行自我介绍。 路通先生你好, 久仰大名了, 只不过一直没有机会见面。 宋武认真地点了点头, 道。 路通说道, 首先, 我很遗憾听到那些让人悲伤的消息, 其次, 我这次来找宋先生你, 也是想要为宋先生提供一些帮助。 宋武便道, 哦? 不知道路先生能给我什么帮助。 路通淡淡道, 宋先生不愿意随着那些人一条路走到黑, 能为两岸和谐发展出力, 不说我, 便是中书那边都感觉到相当的欣慰。 所以, 我这次便是特意来慰问宋先生的。 宋武点点头, 没有说话。 路通道, 为了保护宋先生家人们的安危, 我特意从中书申请了一批人才, 这些都是一等一的大内高手, 完全足够负担得起宋先生这些家人的安全问题。 宋武听到这里, 精神一阵, 他等的就是这个。 既然中书方面如此表示了, 那便证明, 不会再翻旧账。 最起码, 不会再翻他宋武这一脉的旧账了。 宋文是宋文, 宋武是宋武, 虽然是两兄弟, 但两者理念不同, 已经分家了。 这让宋武心中不由暗暗松了口气, 苦肉继承了, 总算是不会被追究了, 如此一来, 他也就能够放心了。 无论结果如何, 宋家都是能够保全下来的。 是吗? 没想到这件事, 居然还惊动了中书, 真是让我觉得汗颜。 而且, 中书还为了我们派出了大内高手, 宋武一脸感激地说道, 老戏骨了。 当然, 任何一个愿意为国效力的, 我们都不会放弃他们的生命。 宋武先生, 你有这般觉悟, 我们应当伸手保护。 陆通也是很正色地说道, 中书自然也有担忧, 若是宋武这一脉的人, 被这些杀手干掉太多, 那必然会大大打击到, 想要靠向大陆方面的一些人的信心。 如此一来, 对于大局不利。 宋武一下就握住了陆通的手, 感动地说道, 我真是太感激了。 陆金略你不知道, 这些日子, 我每天都受此困扰, 夜不能寐, 更别说好好养伤了, 就连我最疼爱的孙女, 也差点被卡车撞死。 陆通道, 我们既然派了人, 宋先生, 你也就不必担心, 可以高枕无忧了。 我们此次, 派出的每一个大内高手, 都是经历过严苛训练的, 能够为了目标, 而牺牲性命的。 齐等贤在一旁没说话, 大内当中, 的确高手如云, 像独次总教官杜日伦这样级别的高手, 里面, 也能随便拎出几个来。 毕竟, 学得文武艺, 或与帝王家, 这是古来就有的话了。 你跟自家的人沟通一下, 我立刻, 把人手派过去, 先保证他们的安全再说。 陆通对宋武道, 好的好的, 感谢。 宋武神情激动地道着, 带到陆通与宋武沟通完后, 他才对着齐等先道, 一块儿喝两杯, 聊两句, 齐等贤却是面色古怪。 我的时间, 非常值钱, 陆通嘴角都不由跳了跳, 想一个巴掌拍死他, 但想到上次被他一下甩飞的画面, 还是算了, 客气点好, 那就不喝了, 直接聊两句。 陆通道, 要是有XO, 也不是不能喝。 齐等贤一脸认真地道, 你别误会, 酒好不好都我不在乎, 主要是陆金瑞的面子不能不给。 陆通懒得在听他说话, 便道, 你能不能给我句准话, 宋家这边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齐等贤淡淡道, 就是你看到的这种情况哦, 宋武觉得不能一条路走到黑, 所以跟宋文有了分歧, 这才在这个时候选择支持左臣。 人家宋武七十多岁了, 不惜身体演了这样一出苦肉计, 他齐等贤也不是不尽人情的人, 非得去戳穿人家。 所以, 尽管知道实情如何, 他还是没有说出来。 第1737章, 大舅哥, 陆通听完了齐等贤的答复之后, 便也微微点了点头, 就听他说道, 迷途知凡也是好事, 这个宋武, 多少也算是个胸怀大义之人。 宋武内心到底是否如此, 齐等贤不知道, 不过, 既然选择了这样的一步, 那总归来说也是好的。 陆通对着, 齐等贤拱了拱手, 道, 一切都已步入正轨, 所有计划都会按照我们在中书时商量的那般执行, 接下来的事情, 也有劳特派员你多多费心。 齐等贤觉得, 特派员这三个字不是很好听, 毕竟, 看了这么多电视剧, 这些特派员往往饰演的都是来给主角捣乱的反派。 要知道, 齐大主教向来是光明、 正义、 正直、 高尚的代名词。 齐等贤没兴趣跟陆通继续啰嗦, 挥了挥手后, 转身就走开了。 这条滚刀肉, 陆通不由暗自嘀咕了两声, 然后摇了摇头。 不过, 想到就连傅峰云都拿起等贤, 没什么办法之后, 他心里也就宽慰许多了。 齐等贤正准备回去见财阀夫人, 就接到了一个电话, 这是个陌生号码, 不过, 他还是接通了。 齐先生, 对方开口就很客气, 声音让他觉得有点熟悉。 你哪位? 齐等贤问道, 可嗨嗨, 严格来说的话, 你应该叫我一声大舅哥。 对方尴尬地笑道, 齐等贤心里顿时一须, 笑道, 哎呀, 原来是大舅哥呀。 你找我呀, 有什么事吗? 他也不知道这人是谁, 毕竟, 谁知道高妹啊, 云瓦啊, 官官啊, 小陈同学啊, 他们有没有什么堂哥, 表哥之类的呢? 对方听齐等贤这么客气, 顿时放下心来, 道, 我已经到棚来了, 你说个地址, 我来找你见个面吧。 齐等贤直接就报了个咖啡厅的地址给他, 然后便坐在咖啡厅里, 喝着黑咖啡, 品着点心等待这位大舅哥。 不多话, 大舅哥来了, 齐等贤见着非常眼熟, 一时半会儿, 想不起名字来。 但认真分辨之后, 确认他与徐耀雪有几分相似, 这才淡淡地道, 原来是你呀。 这是徐耀雪的大哥徐耀龙, 当初在中海, 还跟齐等贤有过矛盾, 被揍得满头是血。 徐耀龙当时代表徐家而来, 逼着徐耀雪自杀, 结果让齐等贤好一顿收拾, 给弄得灰头土脸滚了回去。 自打那以后, 两者之间就再没有过什么交流。 好久不见, 徐耀龙满脸谦虚地 对着齐等贤笑道, 主动伸手出来 跟他握了握手。 找我合适? 齐等贤的态度 就没那么客气了, 大喇喇地坐着, 一脸不耐烦。 徐耀龙搓着手, 坐了下来, 笑道, 是这样的, 我们听闻左辰先生 新系祖国正在参与大选。 我们徐家 自然也是顶呱呱的爱国, 所以, 想在此事上出典力, 想兄弟你帮我引荐一下左辰先生, 接触接触。 徐氏集团 自从在中海一拜之后, 整个徐家 可以说是从一线家族 直接跌落到了二三线。 如今, 徐家想要火中取栗, 如此行径 无疑会激怒赵家, 但也能够 让徐家 得到更多的利益。 徐耀学与赵家 已经越发貌合神离, 徐家哪怕是想靠着赵家 东山再起也不容易, 倒不如放手一搏好了。 呵呵, 是吗? 怎么不早点说呢? 直到现在才说。 齐等贤笑了笑, 问道, 他觉得, 徐家这是看到了 宋家出现分歧, 宋武这一脉 开始支持左辰, 这才动心了的。 他可不相信, 一个能够为了利益 而去逼自家人 自杀的家族 会高大上到哪里去。 徐耀龙倒也不觉得尴尬, 很认真地说道, 我是说真的, 我们徐家愿意 为左辰先生铺路, 配合他的一因政策, 出钱出力, 在所不惜。 齐等贤 直接就摇了摇头, 道, 算了吧。 但徐耀龙 却是直接将自己的手机 摆到了桌面上来, 笑道, 给点面子吧。 电话已经拨通了, 那头的人是徐耀雪。 哼, 挺会瓦啊。 齐等贤直接拿起手机 来接了这个电话。 徐耀雪的声音 从那边传来, 并说道, 我就知道 你不会同意。 齐等贤说道, 看来, 徐家跟你的关系 在最近修复了一些, 不会是你出主意 让他们到蓬莱这边 来搞投资的吧。 徐耀雪淡淡恩了一声, 道, 你猜得没错, 这是我给他们寻的出路。 齐等贤撇了撇嘴, 道, 锦上添花的事情 谁都会做, 但我觉得 更需要的是雪中送炭呢。 凭你我的这点关系, 我就非得答应不可。 徐耀雪却冷傲道, 我可不会求你。 齐等贤道, 不求拉倒, 我也不帮。 徐耀雪轻轻哼了一声, 说道, 不行就算了, 我挂电话了。 齐等贤说道, 你来见我, 我就信你。 徐耀雪一咬牙, 道, 滚吧你。 说完这话之后, 他直接把电话给挂了。 其实, 就徐耀雪的这种性格, 他可不会跟人说我要挂电话了这种话, 他往往都是啪一声, 直接给电话撂那儿了的。 齐等贤耸耸了耸肩, 然后笑道, 他骂我。 徐耀龙尴尬地笑了笑, 也不知道该怎么回应这句话。 齐等贤道, 你回去吧。 徐耀龙道, 那这件事, 齐等贤只是冷笑, 没有回应。 但下一刻, 他的手机就被赵思青的来电给敲响了。 老妈! 齐等贤接通之后, 立刻喊了一声, 是不是想我了? 赵思青却淡淡道, 徐家找上你了吧。 齐等贤愣了愣, 问道, 你怎么知道? 赵思青道, 你别管我怎么知道的, 这件事, 对我们来说, 有利无害。 你可以答应他们的请求, 毕竟, 他们是给左臣送政绩和选票来的, 没必要拒绝人家。 齐等贤叹了口气, 他本来是不想答应的, 最起码, 得让徐耀雪低头求他, 但老妈, 都打电话来说了。 那也就只能答应咯, 还能怎么办? 行吧行吧, 我知道了。 齐等贤说道, 注意安全。 赵思青又叮嘱道, 他虽然没过多过问 齐等贤的安全问题, 但这简简单单四个字, 却已透露出 他对齐等贤的关爱来了。 齐等贤说道, 老妈, 你才是要注意安全, 赵家肯定恨你入骨了。 赵思青便道, 他们没能耐动我。 第1738章, 新义, 既然连赵思青都开了金口, 特意打电话过来, 跟齐等贤说这事, 那他自然不好不给面子。 只是可惜, 没能拿捏徐奥雪, 让他低个头什么的。 齐等贤放下了手机, 笑道, 你们路挺广的呀, 居然还找过我老妈。 徐奥龙只是善善笑了笑, 没敢应声, 毕竟, 徐家这一步棋能不能成, 最后还得看齐等贤点头。 齐等贤要是不待见他们徐家, 就算他们通过别的渠道 跟左臣产生了联系, 也没什么用。 毕竟, 人家头上顶着个特派员的 帽子呢? 而且, 中书那边早就制定好了计划, 要是齐等贤不乐意, 那根本就没有徐家插手的余地了。 好吧, 我回头就问下左臣有没有时间, 明天安排你们见上一面。 齐等贤叹了口气, 无奈地说道, 好嘞, 谢谢。 徐奥龙赶忙点头道谢, 心里也是松了口气。 徐家因为一场商业大战而没落, 只能抱赵家大腿, 但现在徐奥学与赵家貌合神离, 而赵家在帝都也屡次吃亏, 这让徐家不得不另谋生路。 齐等贤说道, 走吧你。 徐奥龙起身就离开了, 现在, 他根本没有了之前的那种狂妄与傲气。 走出咖啡厅之后, 徐奥龙就给徐奥学打去一个电话, 并笑音音地道, 奥学, 谢谢你来啊, 没有你, 这件事还办不成呢。 徐奥学冷漠地道, 这是我最后一次帮徐家, 再有什么事, 别找我。 徐奥龙却急忙道, 那怎么行呢? 我们毕竟是一家人, 流着同样的血, 不要这么冷漠嘛。 你在南洋, 要是遇到什么事, 也可以寻求我们的帮助吗? 徐奥学冷亨, 直接把电话给挂了, 显然, 他与徐家的关系, 并不如想象当中那般和睦, 还是有些问题的。 齐等贤直接回了财阀夫人那儿去, 蓬莱这边的事情, 对于他来说, 已经差不多可以见分晓了。 唯一的事情, 就是等待克拉克了。 接下来的几天, 他便好声调整着, 等待克拉克造势, 看看到底入死谁手。 第二天的时候, 宋普搞出了些动静来。 蓬莱这边一下哗然了, 米国最强白人克拉克, 居然要在蓬莱摆擂台, 迎战华国武林高手。 这个消息太劲爆了。 此次武道大会, 我们宋家将拿出五千万米金来举办, 胜者将直接拿走这五千万米金。 接下来抛出的这个消息, 更加让人震撼。 五千万米金, 对于讹贯了钱的七等贤来说, 听着或许不多, 但实际上已经是一个相当夸张的金额了。 要知道, 纵观全世界, 有五千万米金奖持的比赛, 那也是凤毛麟角一般的稀有啊。 九亨看到这条消息之后, 不由激动地找到七等贤。 道, 卧槽, 阿民那个陀佛, 你和克拉克, 终于要正面交战了啊。 明眼人一眼, 就能看得出来, 这就是齐等贤和克拉克, 两人的独角戏, 外人是没资格掺和进来的。 一方代表华国的最高武力, 一方代表米国的最高武力, 将战争的范围缩减到最小, 但是又将影响扩增到最大。 这无疑是一场, 牵动大陆与蓬莱大局的战斗。 哪怕是一向心大的齐等贤, 在真正看到那铺天盖地的新闻之后, 内心当中, 也难免掀起些许的波澜来, 这已经不是个人之争, 而是未来二三十年的国运之争。 这样的一场争斗, 将承载祖辈们奋斗数十年的心血, 将承载无数爱国人士的意愿, 甚至, 要承载着整个华国的千年历史。 是啊, 这一天终于是要来了。 齐等贤看着新闻, 沉声说道, 哈哈, 果然, 我就说你不可能没有压力。 久亨一下就察觉到了齐等贤的状态, 当即大笑了起来。 我若是没有压力, 那就是真正的金刚不坏了。 果然, 唯有心灵强大到金刚不坏的境界, 才能不为任何外物所动。 齐等贤道着, 对于这个近乎只存在于传说之中的武学境界, 他又有了一个更深的领悟。 久亨说道, 若是如此, 那克拉克肯定也有压力。 齐等贤道, 这个人很厉害, 他承受的压力也比我小, 因为米国的国力始终是世界最强, 他在这方面占据心理优势。 而且, 决战是他提出来的, 同样是他占了先机。 久亨道, 武道家到了这种境界, 的确也是要比拼心境的。 你刚从帝都回来那会儿, 邪无敌之事, 心意宛若天道一般混盲, 深不见底。 那个时候, 若是与克拉克一战, 起码有七成胜算。 但是, 现在, 你的那股气势, 随时间而消散, 并且心灵感受到了压力。 那股天道一般的心灵境界, 自然出现破绽。 若我是克拉克的话, 我会觉得, 自己应当有最少六成的胜算。 久亨, 已经可以说是神级高手了, 毕竟能跟克拉克打得有来有回, 他的眼光自然也是独到的, 一眼, 就洞穿了两人这场博弈的关键之处。 心意心意, 我意如刀, 人命如草。 现在, 我的心意的确是出现了一些破绽。 这是承载两个大国气运的一战, 哪怕是赵玄明身处我这个位置, 也会有那么一丝紧张。 齐等贤感叹一声, 你现在的心意, 可不是我意如刀, 人命如草的一个状态了。 你越是关注这些新闻, 克拉克就越是能达成自己的目的。 这个人还真厉害, 说要擒华国这条龙, 也并非吹嘘说大话。 久亨忍不住道, 齐等贤道, 我准备去做点事情。 久亨一愣, 道, 你去干什么? 齐等贤双眼迸发金光, 将新闻划到另外一页, 含声道, 杀人! 以这些杂种的命, 来续我的事, 圆满我的心意。 久亨定睛一看, 新闻上是玉士国嘎供一带, 发生一起抢劫绑架案。 一群武装势力绑架了两个孩子的母亲将之送入了某个犯罪集团的园区。 而这个犯罪集团的高管甚至在网络上开直播叫嚣, 有种就来嘎供灭了他, 不要只会在网络上当剑盘侠。 这些人的确是畜生, 我们习武, 虽然讲究我一如刀, 人命如草, 但是, 那只是对待敌人的归根结底, 是要懂得敬畏生命的。 这样好了, 我陪你去。 正好, 我也收养, 想多杀几个畜生。 久亨咧嘴笑了起来, 连连搓手, 满脸的兴奋。 齐等贤听后, 也是忍不住发笑, 说道, 好啊, 那咱们就去杀个痛快。 让世人真正意识到, 什么叫人进敌国。 第1739章, 打贡。 像齐等贤和克拉克这类人, 那已经是, 站在武道巅峰上的存在了。 很多人对这类人有多么强大, 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 只是简单认为, 哦, 他很能打这样。 但这样的人, 如果潜伏进一个国家当中, 潜心隐藏, 专门搞刺杀行动, 那绝对是一件非常恐怖的事情。 而齐等贤这一次, 便准备让玉石国的这些犯罪分子们, 见识见识, 这种力量, 是何其的可怕。 齐等贤也是听过一段传闻, 说是中南山当中, 出过一位神仙般的人物, 因为与雪国政府交恶, 曾潜入洪宫当中, 割下过总统的一缕发丝, 震慑了整个国家。 更有甚者, 说是此人为剑仙下凡, 可以吐气成剑, 千里杀人。 前面的传说, 齐等贤倒是姓的, 但后面的就有些假了, 毕竟, 他在京岛一下干掉三十多个人, 一转眼就被谣传成了三四百。 这种年代久远的事情, 越传越离谱, 也是非常正常的。 齐等贤是恰巧看到了这段新闻, 同样也是恰巧觉得自己的心态出现了些许问题, 索性便用最粗暴的方式来解决。 他直接告诉孙颖书要离开蓬莱一阵, 会在与克拉克决战之前赶回来。 孙颖书也不多问什么, 让他尽管去做自己的事情。 齐等贤和久亨通过伪装, 然后托孙家的关系搞定了身份, 这才登上飞往玉士国的飞机。 到达玉士国的首都后, 久亨不由说道, 这里看起来也没那么乱啊。 齐等贤笑了笑, 说道, 毕竟是首都, 治安相对来说要好上那么一点。 不过, 你把钱包在大街上露出来试试。 久亨便道, 咱们是来杀那些畜生的, 又不是来杀小混混的, 没意思, 快走。 齐等贤抬手看了看时间, 道, 别急, 咱们等等屠夫的人过来再说。 没过多久, 屠夫的手下就到了, 这个人的名字叫妙娃, 是一个年轻精瘦的男人, 皮肤微黑, 笑起来就露出一口大白牙。 二当家, 你好, 我是乃姓将军的手下, 是他命我来这里等待你的。 妙娃对着齐等贤, 恭恭敬敬地说道, 你好啊, 带我们到打工去吧。 齐等贤淡淡地说道, 妙娃便道, 二当家你, 还是别把自己的手表露在外面, 太招摇了, 会引来本地黑帮的, 他们专门抢劫外国人, 尤其是华国面孔。 正说话呢, 一辆摩托车就从旁边经过, 后座上有一个兽猴, 摸出一把砍刀来, 对着齐等贤的小臂, 就劈了下去。 齐等贤把手一收, 那摩托车立刻加速, 一下就跑远了。 九亨瞠目结舌, 扎了扎嘴。 要不是亲眼所见, 我还真不敢相信, 这世道居然这么乱。 齐等贤为了避免麻烦, 也就把衬衣的袖子放了下来, 遮住这块劳力士手表, 虽然他不怕事, 但目标毕竟不是这些人。 有妙娃这个熟悉当地情况的土著引路, 一切事情也就简单许多, 不多话, 三人上了大巴车, 直奔打工而去。 玉士国的基建做得很烂, 国道相当于是华国那种乡村上的 年久失修的烂路, 反正, 九亨坐得非常不爽, 觉得跟坐船一样, 摇摇晃晃的。 齐等贤却是很淡定, 毕竟, 幽都监狱外面的路也挺烂的, 那样的烂路他早就习惯了。 到达嘎供的时候, 已经是第二天凌晨三点多了。 出了车站, 妙娃便带着两人到一个环境 还算不错的酒店住下, 然后说道, 两位, 我就不陪你们了, 毕竟, 我可没两位这么厉害的本领, 齐等贤点了点头, 掏出一把米金来扔给妙娃, 淡淡道, 行, 辛苦你了。 妙娃喜笑颜开地接了过来, 但是又愁眉苦脸地道, 这钱我不能收, 来信将军要是知道, 肯定批了我。 齐等贤便道, 我给你的, 你就收下好了, 他不敢对你怎么样, 这话我说的。 妙娃这才把钱给收了, 等走出房间的时候, 忍不住掏出来, 放到鼻子前狠狠闻了两下, 并说道, 真香。 怎么说? 九亨来到异国他乡, 觉得有些兴奋, 先休闲, 吃点东西, 等到晚上就出去杀人呗。 齐等贤笑了笑, 道, 九亨问道, 杀谁啊? 齐等贤道, 这里有个信贷的家族, 掌控了此地官面上的力量, 哪怕是有人从犯罪集团的黑手当中逃脱, 过来报官, 也会被他给截住, 再转迈到别的地方去。 咱们, 就先拿这个代价开刀, 把领头的几个全部除掉。 九亨说道, 佛有哪里知道, 谁是领头的? 总不能贱人就杀吧。 齐等贤直接甩给他一张名单, 名单上面还有照片, 这是他提前就让屠夫打探好了的消息。 屠夫对于齐等贤要跑来御事国杀人的事情, 那也是非常支持, 毕竟, 这么做可以削弱当地不少武装力量, 他届时要扩张到这边, 也就更加容易了。 九亨研究了一下, 然后感觉热血沸腾, 仿佛回到了古代, 变成了提刀闯江湖的侠客。 两人休息到中午, 接着出门吃饭, 这里的食物属实不怎样, 但饱腹却是没问题的。 吃饱肚皮之后, 两人又分散开来, 在嘎供这座城市当中闲逛, 准备熟悉一下这里的地形。 这里毕竟是盘踞着武装团伙的, 到时候人多起来, 两人肯定的逃窜, 提前熟悉地形环境, 在心中规划逃跑路线, 也是至关紧要的。 两人的角力都很强, 逛了一个下午也不嫌累, 到了六点左右的时候, 到了指定地点集合。 怎么样? 九亨问道, 走吧。 齐等贤咧嘞嘴一笑, 对着九亨说道, 九亨道, 我今天看到好多辆 在这武装势力的卡车, 招摇过势, 火力挺恐怖的呀, 都是自动步枪。 齐等贤淡淡道, 火力猛又有什么用, 打不到人就是烧火棍。 九亨一听, 道, 嘿, 你他娘的还真是个天才, 这话说的很有道理啊。 于是, 他也放下了心中的那点忌惮, 随着齐等贤大摇大摆地 进了一个教业不归的酒吧里, 咱们不得先去救那个母亲吗? 九亨忍不住问了一嘴, 不, 先除掉代家的这些人, 这样一来, 当地军警就乱了, 救出那个母亲, 让他们一家离开嘎供, 也便更容易了些。 其等贤却是很冷静地分析道。 九亨听后点了点头, 第一次觉得, 脑子还真是个好东西。 第1740章, 沙法果断。 夜不归酒吧, 算是嘎供这个城市里, 比较出名的一个酒吧了, 里面的环境设施, 都是当地最好的。 只不过, 这样的酒吧, 对比起华国的高端酒吧来说, 简直就让人觉得, 有些不堪入目了。 酒吧里面倒是群魔乱舞, 一个个被酒精给迷乱了神志。 当然, 其中也不乏尹君子嗨大了点, 显得有些乌烟瘴气。 其等贤和酒亨在一个卡座上坐了下来, 然后直接点了最贵的酒, 这一下就吸引到了很多人的注意力。 尤其是一些酒吧妹, 立刻就凑了上来, 准备八戒, 但其等贤却是淡淡挥手, 让他们统统滚蛋。 如果是在酒吧里变成丰批的沉鱼, 倒还可以考虑。 这是假酒啊。 酒亨喝了一口酒后, 就准备找事了, 因为桌面上的酒几乎全是假的。 你别着急啊, 大的还没来呢。 其等贤便到, 两人装作游客在卡座上喝酒, 用滑骨光化随意交流着, 好像是出来旅游的生意人。 终于, 有个将长发染成了黄色, 而且长相美艳的女人走了过来, 她气质和身材都是这里面最出挑的, 而且笑起来很是动人, 给人一种无比清纯的感觉。 这个女人, 就是戴家的大小姐, 戴力。 戴力问道, 我可以坐下来吗? 其等贤装作LSP的模样, 上下打量, 笑道, 小姐请坐吧。 戴力大大方方地坐下了, 说道, 两位一定是第一次到我们御师国来旅游吧? 我看两位是华国人, 好像很放不开呢。 其等贤点了点头, 说道, 是啊是啊, 我们第一次来, 不知道这位小姐怎么称呼呢? 戴力道, 叫我戴力就好了, 我是嘎工这边的本地人, 可以给你们当导游的。 说话间, 戴力招手叫来了一个妹子, 这个妹子倒也挺漂亮的, 不过不如她。 不觉间, 几瓶酒就已经见底, 其等贤和酒亨都像是有了醉意的模样。 戴力和那妹子对了一下眼色, 然后不声不响给两人倒酒, 顺带着把指甲盖里藏着的迷药给弹了进去。 什么意思? 给我下药啊? 齐等贤在戴力将酒杯推过来的瞬间, 脸色忽然一变, 抓住了她的手腕, 冷冷地倒。 戴力只觉得手腕传来剧痛, 让她几乎眼泪都掉下来了。 戴力愤恨地把手抽了回来, 道, 哪里来的华国人这么不懂礼貌? 全敢非离我! 齐等贤眯眯着双眼, 说道, 我看到你在我的酒杯里下药, 想把我迷晕了要赎金, 还是嘎腰子。 戴力的脸色顿时变了变, 然后面色整个阴沉了下来, 道, 没想到你这头华国珠还挺机灵的, 居然知道我给你下药。 不错, 我就是给你下药了, 那又如何? 你既然不喝, 那咱们就来明的吧。 说话之间, 好几个人不怀好意地向这边靠拢, 怀里都揣着家伙, 一看便不好惹。 酒亨身旁的妹子也一下推开酒亨, 猛然站起身来。 啊, 迷那个陀佛, 佛爷我刚刚手痒多摸了两下, 一会儿给你留个全尸。 酒亨对着这个妹子单手一礼, 很客气地说道, 一个比戴笠年纪大些的男子走了上来, 问道, 怎么回事? 戴笠对着, 他就笑了笑, 道, 哥哥, 你来了? 我这里发现两头肥羊, 正给他们下药呢, 没想到被发现了。 呵呵, 这男人就到, 肥羊啊, 那就直接绑了呗, 还下什么药? 你呀, 就是太爱玩了。 戴笠道, 我只是, 喜欢看男人, 为我神魂颠倒的模样, 没想到这头华国猪, 还挺清醒的。 其等贤对着酒亨道, 动手吧, 动手。 哈哈, 你可知道, 嘎供是什么地方? 可知道, 谁是嘎供的天? 在我的地盘。 下一刻, 其等贤已然动手, 起身, 抬手, 劈拳。 poh, 正说话的这个戴家哥哥的脑袋, 瞬间消失不见, 直接让一拳头打进了胸腔里去, 颈椎稀碎, 但身体却偏偏, 还被其等贤的劈拳镜, 给定在原地。 周围的打手们见状, 脸色大变, 有人伸手掏枪, 有人摸出匕首来。 但酒亨却已经动了, 他大开大合, 两拳过去, 直接打爆了两颗脑袋。 刚刚还陪他喝酒的妹子, 不知道从哪里摸出一把电击枪来, 啪一下打在酒亨的后背上。 酒亨不是不能躲开, 而是想试试这玩意儿的威力, 直觉告诉他, 这玩意儿杀伤不了他。 果然, 他雄壮的身体微微一抖, 然后肌肉骨劲, 那电击枪的弹头, 便直接弹飞了出去。 妹妹, 这电力, 貌似有点不足啊, 还不如你呢。 酒亨转过头来, 冷笑着说道。 他一个箭步往前, 右手抬起, 横臂一甩, 一记斑斓锤落在这个女人的胸膛上, 喷一声, 这女人立刻放风筝一样, 飞出七八米远, 胸腔凹陷一片, 当场横死过去。 刚刚, 酒亨大射手, 还在人怀里呢, 这会儿, 就给人锤得稀烂。 齐等贤觉着, 这才是真正翻脸无情的渣男呢。 戴笠看到这一幕, 人都不由吓傻了, 哆嗦道。 你你你, 你是什么人, 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我可是戴家的大小姐, 你要是动了我。 齐等贤面无表情, 刺拳击喉, 直接让这个蛇蟹女人, 痛苦地捂住咽喉软倒了下去, 喉咙里的软组织被击碎, 堵在了气道上, 使她无法呼吸, 在地上连连打滚, 不一会儿便面色降子, 憋得蹊跷流血而死。 戴笠这个女人, 仗着自己的姿色, 勾引了不少男人, 经她手倒迈出去的人口, 足有上万。 齐等贤和九亨一动手, 那就非常恐怖, 直接大开杀戒, 在场这些打手, 几乎都是一个照面, 便被两人杀死。 在酒吧里狂嗨的众人这个时候, 才反应过来, 一个个惊呼着逃窜出去。 齐等贤身上, 一下背了十二条人命, 她的双眼放出绿油油的光芒来, 对九亨冷声道, 走, 直接杀到戴家去, 名单上的人, 一个不留, 全部宰了。 两人刚一走出酒吧, 就有一车军警过来了, 手持步枪, 立刻开火。 不过, 在他们开火之前, 齐等贤与九亨便已经闪转出去, 运转角力, 选择复杂偏僻的地形逃窜。 第1741章 替天行道 齐等贤和九亨跑出不远之后会合, 然后转念一想, 这会儿不能去戴家。 我们回酒吧, 附近去。 齐等贤说道, 嗯? 不是要到戴家去, 杀个鸡犬不留吗? 九亨却是杀星已起, 干掉这些不当人的畜生, 他没有半点心理压力。 习武之人皆有着侠气, 齐等贤和九亨如此武功, 本就应当行侠仗义。 齐等贤却道, 我们刚刚在酒吧里, 把戴力和他哥哥干掉了, 肯定会惊动戴家的领头人物, 直接在现场埋伏, 等那些人出现之后, 全部杀了就是。 九亨一听, 觉得有道理, 说道, 的确, 杀这些畜生毫无压力, 但戴家肯定也有小孩子, 直接杀过去倒是不好。 两人这一合计, 便又悄然返回刚刚的现场。 现场这边很混乱, 两人又精通易容, 轻易便能改变自身骨骼筋肉形态, 而且, 大多数军警都追出去了, 所以, 倒也没有人留意到这两人。 酒吧内的尸体, 已经被嘎供的军警们, 给抬了出来, 用一张张白布给盖着。 围观人群看到死了这么多人, 都是不由一阵恶寒, 连抽着凉气。 这可是戴家的地盘, 这么杀戴家的人, 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 不知道是谁干的, 会不会是戴家的仇家? 戴家前阵子得罪过两个毒枭, 那些家伙, 都是心狠手辣的。 多半是狗咬狗, 我看动手杀人的, 也未必是什么好人。 有人在低声讨论着, 都是当地的土著, 他们对戴家没什么好感, 因为, 这个家族的人一手遮天, 鱼肉相淋, 让他们的日子苦不堪言。 很多华国游客到了嘎供, 有八成都是被戴家给绑架, 或者直接卖到那些犯罪集团去的。 酒亨听着这些人的话, 觉得很不适滋味, 毕竟, 他觉得自己是在做梯天行道的好事。 戴家该死, 总算有人看不过眼对, 他们动手了, 做得太好了。 戴家坏事做绝, 全家都该死, 没一个好东西, 真希望再多死几个。 但也有这样的声音, 都是一些华国人, 他们在此地吃过戴家的大亏。 其等贤和酒亨, 混在人群当中安静等待着。 不一会儿, 来了一辆豪华的劳斯莱斯幻影, 车上下来几个穿白色衬衣的男人, 有中年也有少年。 他们到达现场之后, 脸色都是, 难看得要命, 显然是无法相信, 在嘎供这地方, 在戴家的地盘, 居然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是谁做的? 一个老人忍不住怒吼, 带着一股很威严的气质, 显然, 他就是戴家执掌大权多年的戴贺, 现任的嘎供警局首脑。 现场顿时一片寂静, 没有人敢发声说话, 生怕被戴家迁怒。 甚至, 看热闹的人都不由将脚步后退, 远一些, 免得波及。 一个少年狼咬牙道, 是谁杀害了我姐姐? 我一定不会放过他, 要将他千刀万剐, 腰子嘎了卖掉, 血抽光了, 倒下水倒里。 周围人都是不寒而栗, 明明嘎供的天气很炎热, 但他们身上偏偏出了一层冷汗。 带家众人身上散发着一股阴冷的杀气, 让人感觉到害怕。 九亨看了一眼路边摊上摆着的西瓜刀, 低声说道, 我先把这个小崽子的脑袋给削下来, 一看它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七等闲笑了笑, 说道, 目标差不多都到场了, 可以动手了。 说话间, 九亨已经走到摊边, 对老板道, 老板, 你这瓜, 饱熟吗? 嗨, 我一卖瓜的, 还能卖你生瓜担子不成。 老板也在看热闹呢, 没兴趣搭理九亨, 眼睛还瞧着戴贺, 淡淡地回应道。 九亨却是顺势, 就抄起了他的西瓜刀来, 转过身, 便直奔着刚刚说话的那个少年狼儿去。 年纪轻轻就心术不正, 要是长大了, 还不得成的大祸害, 早点宰了比较好。 佛爷我助人为乐, 送他去见圣主。 九亨道着, 九亨一下就被两个军警注意到了, 这两人见他手里提着西瓜刀, 二话不说, 抬枪就准备打他。 但其等闲却是闪到两人身前, 如同鬼魅一般疼起, 两手齐出, 直切在这两人的咽喉上。 这一下, 立刻就击碎了咽喉内的软组织, 让两人痛苦倒地, 连连打滚。 九亨剑步一跨, 蹭地一下到了那愤怒的少年狼身边, 说道, 下辈子当得好人。 说罢这话, 不带少年狼反应, 便已经手起刀落给一颗大好人头斩落下来。 斩首这种事情听起来简单, 但实际上要操作是很难的, 刀一砍进去之后, 往往会被骨头给卡住。 然而九亨这一刀, 快得离谱, 人头落地了, 血还没喷出来, 而且那切口光滑如镜面。 卧槽! 被顺走了西瓜刀的老板, 看到这一幕, 几乎吓尿了。 周围的几个军警和保镖也是反应过来, 立刻举起手枪来, 就朝九亨射击。 但九亨却是动作迅速, 提刀杀人, 一戳一抹之间, 又收走了两条人命。 枪声一响, 他的身影却已闪转到了另外一方。 这里地形开阔, 而且对方人数不多, 九亨施展起来可谓游刃有余, 给我杀了他。 戴赫怒吼, 在两个保镖的护送之下, 想要返回车内。 然而, 七等贤却到了, 他手里没有武器。 然而, 他的手指钻紧了, 他有两只拳头。 七等贤的拳头, 从来不会让人失望。 两个保镖的脑袋, 只一个照面之间, 就被七等贤的拳头, 给打得爆开。 你你你, 你是什么人? 为什么要针对我们代驾? 戴赫也吓傻了, 忍不住开口询问起来。 七等贤整个人却是沉默不语, 他身上有一股让人感觉到恐惧的气势, 杀了这么多畜生, 他的那股心意, 逐渐圆满起来。 作孽多了, 天不收你, 我来收你。 七等贤默然道, 大手一张, 扣住了戴赫的脑袋。 他的手指冲血, 骨胀如同胡萝卜, 一捏住戴赫的脑袋之后, 五指一下捏紧合拢, 就听喷的一声, 整个脑瓜子, 便好似熟透了的瓜一样炸开。 七等贤一脚将戴赫的尸体踹进车内, 猛然一个下潜, 躲过打来的两发子弹, 身体同时转了过来, 脚尖往地面一铲, 铲飞无数碎石, 尽数撞向面前那几名军警, 一时之间, 眼前几人头破血流, 哭爹喊娘的哀嚎, 赶到现场的戴家人, 几乎死伤殆尽, 这些武装, 也都是死伤惨重。 九亨手里, 倒是还提着一个半死不活的家伙, 这家伙是戴赫的儿子, 叫戴强, 佛友刚从, 他就问出来, 关押人口的小黑屋, 要不要过去救人? 九亨问道, 第1742章, 反抗精神, 既然问到了, 那就去救吧, 被关押的, 有八成都是我们的同胞, 七等贤沉阴片刻, 然后点了点头, 九亨便将戴强给抓在手里, 然后与七等贤一路急行, 并让戴强指路, 戴强这一次, 可谓是死伤惨重, 骨干人员几乎都死得差不多了, 被九亨和七等贤灭掉, 很快就会有戴强的敌人出手, 夺取他们的权利。 不过, 就嘎工这里的政治环境, 戴强纵然被灭掉了, 也会立刻出现第二个戴强来。 说不定, 这取代了戴强的势力, 反而会更加凶残, 更加没有人道。 但这些, 并非是七等贤能够决定的, 因为, 他又不是御实国的人, 也管不了嘎工的什么事。 他这次到御实国来, 一方面是奔着杀人叙事来的, 二方面则是替天行道, 多多少少解救一些可怜的同胞。 九亨和七等贤的角力很快, 嘎工这个城市又不大, 两人经过戴强的指引, 到达了小黑屋地点。 能不能别杀我, 戴强苦苦哀求, 替泪横流, 就差跪下来磕头了。 九亨淡淡道, 好啊, 你让看守小黑屋的这些武装势力, 把枪放下来, 我可以放了你。 他将戴强给放开了, 任由他往前方走去, 却不料, 戴强刚一跑进大门, 就大呼小叫了起来。 来人啊, 来人, 给我开枪, 把外面, 这两个家伙打死。 戴强呼叫道, 九亨脸上露出一抹冷笑, 直接冲了进去, 一瞬间, 枪临弹雨袭来, 起码有四条步枪在同时开火。 但九亨的速度太快, 那些人的视线都难以跟上。 他一下路过戴强的身旁, 右手抬起, 在戴强的脖子上一抹, 他的手上好像装了电锯一样, 戴强的脖子一下滥开好大个伤口, 鲜血如泉一样, 喷涌而出。 这九亨的八卦掌劲居然练到了这种地步, 一掌抹过去, 能有这样的效果? 七等贤看到, 都是不由略微吃了一惊, 然后跟着九亨冲了进去。 本来这里的武装人员就不多, 大概也就七八个的样子, 应付一个九亨都有困难, 更何况是再来一个七等贤。 七等贤一冲进去之后, 立刻闪转腾挪, 运转身法, 走位灵活而又诡异, 到了一个武装人员的面前, 抬手就是一拳直塞心窝。 这一拳下去, 五脏六腑都被震得粉碎, 人也整个飞出, 巴唧一声撞到五米开外的墙壁上, 软绵绵地滑落下来, 浑身上下的骨头都被撞得寸短。 紧接着, 他晃肩膀往左侧一靠, 又撞死一个。 两人配合贤熟, 很快就将这小黑屋附近的武装人员杀了个精光, 然后打开了小黑屋的门, 只见里面关着一个个棚头垢面的男人, 他们双眼无神, 在看到门口的两人之后, 都是不由下地瑟瑟发抖, 以为他们是坏人。 七等贤说道, 你们得救了, 外面的武装人员都被我们干掉了, 自己想办法跑吧。 九亨道, 只能帮你们到这里, 生死有命, 富贵在天! 能不能安全回国, 就看你们自己了。 这些人, 一个个都虚弱得很, 而且胆子被吓怂了, 听到两人的话之后, 甚至还连连摇头。 但其等贤也懒得多管, 准备于九亨离开此处, 前往距离嘎工八十公里外的犯罪集团的园区。 终于, 有一个人壮着胆子走出了小黑屋, 他看到外面躺了横七竖八的武装人员尸体, 不由惊呼一声, 然后说道, 外面的人真的都被打死了, 快逃吧。 听他这么一说, 里面的人也都不由提起精神, 一个个起身跑了出来, 见到能够威胁他们生命的恶棍都已死了后, 一个个也大呼小叫地往外逃窜。 其等贤和九亨看着这一幕, 心情也难免复杂。 毕竟, 这些人虽然从小黑屋里逃出来了, 但有几个能安然回国, 就不知道了。 其中一些, 恐怕还会被另外的黑恶势力给抓住, 人为财死, 鸟为狮亡。 不过, 这世界上, 哪里有这么多发财梦可做? 九亨忍不住说道, 所以啊, 要守住自己的心灵, 不然的话, 上当受骗, 是迟早的事。 其等贤摇了摇头, 叹息着道, 九亨说道, 咱们去给那犯罪集团的几个首脑, 都给赶了, 妈的, 成天在网上嚣张, 佛爷我让他知道, 什么叫线下真实。 其等贤道, 那电诈园区可不好直接打进去, 里面有上百号武装分子, 咱们得利用点别的手段, 不然的话, 搞不掉他们。 九亨问道, 哦, 你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那园区里, 关着几千上万的人, 没一点办法可就不过来。 其等贤却是双眼微闭, 缓缓地道, 有一个想法, 但就是不知道这些人有没有那个勇气了。 他想起了一部电影里的场景, 主角骑着马, 在鹅城的大街上飞奔, 扔下满地的枪与子弹, 高呼着, 枪在手, 跟我走。 那部电影当中, 藏有非常内涵的深意, 无比的隐晦与讽刺, 所以, 上映之后没几天, 便被相关部门以低俗的理由下架了。 代价的人死得差不多了, 打工要乱起来了, 咱们把这小黑屋里的一百多号人放出去, 他们也只能各安天命。 其等贤说道, 咱们伪装伪装, 把自己装成这些逃难的人。 然后, 让那个犯罪集团的人, 把咱们抓进园区里去。 届时便找个时机, 杀掉武装人员, 抢下他们的武器库, 把武器发放给园区的人, 看他们有没有反抗精神。 九亨听后, 眼睛一亮, 道, 这个主意不错。 那园区里, 毕竟上百号武装分子镇守, 直接打进去, 咱们肯定脱层皮, 混进去搞暗杀, 是最好的选择。 两人说干就干, 先是用泥沙糊弄了一下自己的面颊和头发, 又在地上滚个两圈, 把自己搞得跟逃难人员一样。 从小黑屋里解救出来的这群人, 离开此地之后, 也都三三两两分开逃跑了。 齐等贤和九亨力量有限, 不可能帮到每一个人, 也只能但愿这些人都能够逃出升天。 这里, 才是真正的人命如草啊, 杀个人比杀之鸡还要简单。 齐等贤心里暗暗感叹, 他与九亨踏上了前往电炸园区的路, 并伪装成逃跑的难民。 两人运气不错, 才走出二十多公里, 就被一对武装分子给截住了。 他们手里举着步枪, 鹤令两人站好。 第1743章, 电炸园区。 这些武装人员把两人截住之后, 先是确定了两人是华国人, 然后便对两人搜身, 将身上值钱的东西, 全部搜刮一空。 齐等贤和九亨麻木着脸, 装作害怕的模样。 这帮武装分子, 便以为这两个家伙, 是从哪里逃出来的? 把他们抓回园区去, 看能不能让他们从国内的家人那里拿到钱。 要是拿不到, 就让他们去打电话。 电话要是打不好, 那就直接把腰子割了卖钱好了。 嘿嘿, 这群武装人员不怀好意地笑着, 做这类事情, 对于他们来说, 简直就是家常便饭一样简单。 齐等贤和九亨被武装人员直接抓上了卡车, 两人发现, 卡车上还有几个如丧烤笔的人, 身上都带有被殴打留下来的伤痕。 这几人看到齐等贤和九亨后, 也只是麻木地扫了两眼, 便继续垂下头去。 卡车一路摇摇晃晃, 到了臭名昭著的电诈园区当中来, 这个园区, 是一个大型犯罪集团建立的, 专门用来关押被诱拐, 又骗到御师国来的人, 逼迫他们从事电信诈骗工作。 如果不配合, 或者业绩不好的, 往往下场都会变得非常的凄惨。 打腰子, 剁手, 放血, 挖眼球, 这些都是轻的, 有的会直接被枪杀, 皮囊稍微好点的, 则是会被卖掉。 总而言之, 这里是犯罪分子的天堂, 是良民的地狱。 齐等贤和九亨就这样顺利地进入了电诈园区, 他们直接被带到了没有窗户的公寓里来, 这里阴暗潮湿, 床板都有些发霉, 根本就不是给人住的地方。 不过, 既来之, 则安之。 齐等贤准备休息休息, 这两天先观察下情况, 却不料, 正躺着呢, 就听到了殴打的声音。 你们没吃饭吗? 九亨中气十足的声音传来, 齐等贤开门一看, 就见九亨在走廊上被一群武装分子包围, 一个个对他拳打脚踢, 有的甚至还拿枪拖往他的脑袋上砸。 结果, 九亨这丝却是一脸享受, 顺带着还继续辱骂这群武装分子, 让他们气急败坏, 下手更狠。 如果是一般的人, 恐怕当场就被打死了, 但九亨这受虐狂烈的虎啸金钟罩, 挨了克拉克一下都能不死, 哪里会怕这点打击。 更何况, 他平日里有事没事就让齐等贤打他, 那两个巴掌后的木板是一块块往身上砸, 非得砸个粉碎才罢休。 他妈的, 他们怕你们, 老子可不怕你们。 九亨大呼小叫地说道, 继续挑衅。 这些人下手越来越狠, 有的甚至提了钢管过来, 给九亨打得蜷缩了起来。 错了, 错了, 错了。 九亨觉得差不多了, 自己也爽够了, 再这样挑衅下去, 对方指不定要开枪了, 立刻开口认错。 那几个武装分子, 这才冷哼一声, 放过了九亨, 但又有些不解恨, 再给他来了两枪拖, 就没见过这么皮糙弱厚的桌。 武装分子们, 骂骂咧咧地走了。 九亨慢慢地从地上起来, 满脸地舒坦, 说道, 这里可真是个好地方啊, 把我打得这么舒服, 佛爷都不忍心送你们去见圣主了。 齐等贤听后, 有一种哭笑不得的感觉。 你别说, 这殿诈园区, 还真挺适合九亨这老小子的。 毕竟, 这里的人一言不合就打人, 像九亨这种受虐狂, 待得久了, 恐怕还会爱上这个地方呢。 见着齐等贤之后, 九亨不由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道, 皮肉有点痒痒, 所以刚刚见着这伙人, 就喷了他们一顿, 让他们打一打。 齐等贤拍了拍自己的额头, 道, 不得不说, 如果园区里都是你这种人的话, 那这群武装分子迟早累死。 九亨被打了一顿之后, 非但没有受伤, 反而越发神清气爽, 摇晃着自己的脑袋, 说道, 我都有些不好意思动手弄死他们了, 毕竟, 打得我这么舒服。 齐等贤嘴角接连抽搐, 两人正说话呢, 就有一个华国人, 小心翼翼地走出来, 说道, 你们是新来的吧, 可千万别跟这些园区的人闹脾气, 不然的话, 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刚刚那一顿打, 算是最轻的惩罚了, 严重一点都会被直接关水牢, 甚至剁手。 这个月初以来, 园区内已经有十三个人没了, 七等贤咸点了点头, 道, 好, 我知道了, 谢谢你的提醒, 我们会注意的。 不过, 他们这么过分, 你没想到逃走吗? 逃? 怎么逃? 整个园区的所有关口, 都有人带着AK把关, 而且, 我们跑得再快, 能跑得过枪吗? 这人叹息一声, 满脸的无奈与痛苦, 我当年就是听了所谓朋友的谗言, 说是来御事国能发财, 哪里知道, 在这里过着这种生不如死的日子。 他的语气当中, 充斥着绝望, 他想回家, 奈何没有机会。 而且, 一旦逃跑被抓住, 那迎接他的, 将会是更加可怕的绝望。 他道, 你们也别想着逃了, 除非真的是有万无一失的好机会, 否则的话, 被抓住了, 那不是你们能承受的。 久很好奇道, 被抓住了, 会怎么样呢? 这人摇了摇头, 说道, 比你们想象当中, 还要惨绝人寰一百倍就是。 好好待着吧, 业务做得好, 或许还有机会。 说完这话后, 他一瘸一拐地转身离开了, 显然, 他的左腿, 是在这边落下来的伤。 生活在这里, 还真是生不如死啊。 这些人虽然有些活该, 但也不至于被这样对待。 久亨叹息道, 而且, 更可恶的是, 居然还是华国人在搞华国人。 齐等贤说道, 咱们明天估计会被拉去培训, 教我们怎么搞电诈。 嗯, 随便玩玩吧, 这两天先把园区的情况摸清楚, 知道他们的武器库在哪里之后, 咱们两个就动手。 他觉着, 干完这一票, 也差不多可以回蓬莱与克拉克决议死战了。 因为, 随着他在嘎供大开杀戒, 那股不圆满的心意, 似乎已经得到了弥补。 久亨忍不住笑道, 挺好, 体验生活, 我想看看, 我这种高智商, 能诈骗到几个人。 齐等贤听后无语, 就这, 还高智商呢? 第二天, 齐等贤和久亨, 还有一些新人, 果然被武装人员带到了一个会议室, 里面有人给他们上课, 教他们如何运用话术, 对人进行诈骗。 第1744章, 变态久亨。 这些诈骗, 都已经形成一套独特的体系了。 齐等贤和久亨道也认认真真听完了一节课, 都觉得还真是360行, 行行出状元呢? 这诈骗都有这么多的学问呢? 课还没上完, 这个犯罪集团的副总, 就突然出现在了这里。 此人名为金海, 在网络上小有名气, 非常的嚣张。 他曾在网络上发布一些视频, 说自己, 就在玉石国嘎供, 有种就来报复他。 金总好, 金海一进来, 那些武装人员和授课的急忙问好。 金海笑着点了点头, 明明是满脸横肉, 却要装出一副慈祥的模样, 他看向心爱的几人, 笑道, 几位, 欢迎你们来到打工啊, 接下来的日子里, 可就要仰仗你们帮我做生意了。 生意如果做得好, 别墅靠海不是梦。 金海装作一副很和善的模样, 先给心爱的人花大饼, 让大家保持干净, 好为公司创收。 其等闲和九亨都保持了低调, 虽然他们, 淡掉这个金海一如反掌, 但电诈园区内, 武装分子有数百人。 待到上完了课之后, 讲师开始提问题, 如果答不上来的, 会被警告, 表现要是再差点, 那就会动用电棍了, 要打到你能记住为止。 好, 这位同学回答一下我的问题吧, 对方如果已经心动, 却偏偏犹豫着, 没有把钱打过来, 你应该运用什么样的话术呢? 这个讲师提问了九亨, 九亨大爷一样坐着, 说道, 不打钱, 我就顺着电话线过去, 把你脑袋捶爆。 这话一出, 讲师们的脸, 一下就黑了。 九亨继续道, 那就, 秦始皇, 打钱。 讲师们额头上, 浮现一根青筋。 九亨咳嗽了片刻, 道, 我是恐怖分子七等贤, 请立刻给我转账, 否则的话, 我放来扶到你家, 去炸核弹。 一旁的七等贤, 本来还觉得挺好玩的, 直到九亨说了这句话之后, 他的脸也不由黑了下来。 这王八高子, 想挨打就想挨打, 偏偏还要拿他来说事。 我是齐步语, 我现在, 能开口说话了, 给我转账一百万。 我封你为优兜监狱三当家, 九亨越说越来劲了, 手舞足蹈起来。 几个讲师对着在场的武装人员, 就点了点头, 那几个哥们二话不说, 拔出电棍来, 就往九亨身上招呼。 九亨被电得连连惨叫, 当然, 这是装出来的, 他并不觉得痛, 甚至还觉得有些爽。 得到一顿暴打之后, 九亨舒服了, 然后这才老老实实回答了问题, 说道, 要看对方是哪种性格, 如果是软弱的, 就用强硬的口气勒令他, 如果是强硬的, 那就要用花言巧语哄着他。 九亨认真回答了问题之后, 那些武装人员才放过他, 不过, 一个个看向他的眼神, 都有些不善。 这货就拆说Kamaji了, 这里对他来说, 还真探娘的是天堂, 七等闲看的一阵无语。 九亨, 估计觉着这殿诈园区 比幽都监狱呆着都还来劲, 反正他是有机会就花式作死, 让那些武装分子过来打他一顿。 等到散客了之后, 九亨跟在七等闲的身旁, 小声说道, 能不能多待几天, 我发现这些人下手打我, 还挺舒坦的。 七等闲翻了个白眼, 道, 现在他们只是用棍棒, 但你要是搞得他们烦了, 肯定给你无痛嘎腰子了。 九亨听后, 想了想, 道, 那就算了, 按照计划来吧。 刚刚那个叫, 金海得很嚣张, 在网上骂过我, 我要亲手拧了他的脑袋。 七等闲一脸古怪地看着九亨。 九亨就道, 玩手机的时候, 看到过他的直播, 骂了他两句。 他说, 老子是键盘侠, 也就只能在网络上重拳出击。 哼, 这回正好给他来一次线下真实。 七等闲挑起了大拇指来, 道, 九亨师傅, 你还真是精力旺盛啊, 跟太日天都有的一比。 太日天是什么人, 名字这么屌, 不过, 肯定不如佛爷我, 佛爷我独一无二。 九亨满脸得意地说道, 浑然不知道, 七等闲将他比作太敌犬。 到了晚上的时候, 七等闲和九亨便从宿舍里悄悄摸了出来, 凭两人的身法, 那些武装人员根本就无从察觉。 只不过, 这园区里的摄像头倒也不守, 这点挺费事的, 绕过那些摄像头, 让两人花了点时间。 两人分开, 在这偌大的园区里摸牌着, 黑暗当中, 隐隐约约传来一阵阵惨绝人寰的叫声, 让人听了, 就觉得头皮发麻。 七等闲看到了前几日, 在新闻上被掳走了的那个母亲, 她也是捧头垢面, 似乎是被当成了人质, 那些人想象她的家属索要赎金。 我以为光阳就已经够乱了, 没想到嘎公这里, 还要更像人间炼狱一些。 其等闲心里暗想。 园区内的武装分子有这么多, 他们平日里需要轮值, 那些枪械在休息的时候, 肯定会放起来。 枪这种玩意, 是很可怕的。 这些家伙, 既然要将拐来的人, 当成韭菜、肥羊, 那自然要将暴力武器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一旦发生什么事故, 他们便能凭借手中强大的武器, 对这些人进行镇压。 这栋楼是这些园区工作人员住的地方, 枪械应当就放在这里面。 其等闲来到一栋大楼之前, 没有着急进去, 因为这里监控很多。 而且, 大楼内现在亮着一盏盏灯, 显然, 还有很多人都没有入睡。 他也不着急, 就在大楼外等待着, 等到时间差不多了之后, 这才不慌不忙, 潜入大楼内部。 这毕竟只是个犯罪集团组建的武装势力, 明显没有专业部队的那种反侦察能力和警惕性, 况且, 他们本来也不相信, 被自己圈养着的肥羊们, 有反抗自己的胆量。 于是, 其等闲潜入得很轻松, 这里就是存放武器的房间吗? 防盗门倒是很厚实。 其等闲看到两个武装分子打着喝歉, 抱着枪进了一个房间, 出来之后, 身上的枪就没了, 只是腰上还别着电棍。 摸清楚了武器库之后, 其等闲便不再停留, 静止离开, 返回到了宿舍。 他与九亨见面, 彼此分享情报。 九亨道, 什么时候动手合适? 其等闲淡淡道, 等他们成交一笔大单的时候。 九亨道, 就这群蠢贼, 能成交什么大单? 其等闲道, 我送他们一笔大单, 让他们好好庆祝庆祝。 他们松懈了, 我们便好动手了。 九亨一听, 竖起大拇指来, 道, 我还以为七老六你是皮修呢? 没想到也会往外吐钱的呀。 其等闲一脸无所谓的表情, 道, 反正是屠夫的钱, 与我其等闲有什么关系? 第1745章, 诈骗天才。 其等闲的这句话, 直接让九亨绷不住了。 他还以为其等闲要自己掏钱给电诈园区送大单呢? 没想到, 居然是屠夫的钱。 果然, 老六就是老六, 永远都不会改变, 依旧是那么的卑鄙下流啊。 接下来的两天时间当中, 其等闲和九亨依然每天去上课, 学习诈骗小之时, 然后九亨继续犯魂, 让那些家伙用钢管和电棍打他。 其等闲觉得, 九亨很适合这里, 反正他喜欢被虐, 而这里的人又喜欢使用暴力, 还真贪娘的一拍即合呢。 然后, 九亨和其等闲终于正式上岗了, 发了一大堆不知道用了几手的烂手机, 一堆电话卡, 然后就让两人打电话诈骗。 其等闲直接一个电话, 打到了李云婉那里去, 笑呵呵地道, 李小姐, 你男朋友其等闲现在正在我们的手中, 请你缴纳赎金。 妈的智障! 李云婉直接把电话挂了, 都懒得听下去。 在他的认知当中, 其等闲这丝不去绑架别人, 就算不错了, 还能被人绑架的。 什么天方夜谭啊? 其等闲耸了耸肩, 然后又拨打杨冠冠的电话, 道, 杨小姐你好, 我们这边刚刚处理了一起车祸, 其等闲先生被泥头车给撞了, 请你立刻支付医药费。 杨冠冠冷冷道, 撞成渣了没有? 反正他是渣男, 记得撞碎一点。 电话被挂断后, 其等闲不由撇了撇嘴, 什么人啊都是, 一点都不关心自己的嘛。 你怎么回事, 老提这个其等闲干什么? 一旁的讲师看不下去了, 直接问了一句, 哦, 他是我朋友, 我觉得他身边的人比较好骗。 其等闲就到, 那讲师听后摇了摇头, 道, 一听就知道, 这个人的人品不怎么样, 对方接了电话之后, 非但没关心, 甚至还开口辱骂。 显然, 你这个朋友为人很差, 还是换一个朋友吧。 九亨就到, 说得没错, 这个其等闲我也认识, 典型渣男, 只吃不涂的老皮修, 一天都只想着坑钱, 做人毫无底线。 其等闲脸上的笑容僵硬, 心里骂娘了。 由于是第一次上班, 所以业绩没达标, 两人倒也没承受什么惩罚。 他们的任务比较简单, 本月成交一单上万的交易即可。 待到第二天上班的时候, 其等闲直接打电话给了屠夫, 并沉声道, 我这里有一批米国运来的军火, 现在正被卡在海关, 给我转款两百万米金疏通关系, 这批军火我统统低价卖给你。 一旁的蒋诗人都骂了, 觉得这人是真贪酿的不靠谱啊, 居然连这么离谱的话术都能说得出来的。 不要那边的屠夫却道, 好好好, 老子手头正缺一批军火呢, 怎么交易? 蒋诗愕然, 脸都涨红了, 这他妈得也能成吗? 对方不是在开玩笑吧? 嗯, 我这就把账户给你, 你把钱汇过来之后, 我疏通海关, 这批军火以最低价给你, 齐等贤道着。 他把电诈公司的账户给了屠夫, 然后屠夫那边就立刻开始汇款了。 蒋诗却是觉得对面知道是骗子, 所以在故意开玩笑耍人呢, 摇了摇头后, 对齐等贤道, 你这话术不行, 太夸张了一点。 齐等贤黑着脸道, 你好好说, 当年有人说, 自己是秦始皇让对方打钱, 都骗了好几百万呢。 你说我的话术不行, 开什么玩笑, 这蒋诗的脸也跟着黑了, 怒道, 你是不是没脑子? 蠢货。 齐等贤道, 我就喜欢这么骗, 你要不乐意, 你行李上啊。 蒋诗招呼着几个武装人员过来, 就准备给齐等贤上点强度, 这种刺头, 就是欠收拾, 多打几顿也就好了。 九亨急忙道, 打我打我, 打我就行, 但这群武装人员, 却是直接无视了他, 他们打了九亨几次, 也知道这次是个变态, 就喜欢挨打, 关键还皮操肉厚, 真是让人无语。 丁。 就在这个时候, 账户里忽然多出了两百万米金的转账, 齐等贤顿时指高气昂起来, 骂道, 妈的, 谁敢动手? 老子可是这个月的萧官, 动了我, 金总的怒火, 你们承受得起吗? 他拍着桌子骂娘, 站起身, 一脸的嚣张, 指着打开的信息, 狂得不要不要的。 站在一旁的讲师, 看到这笔账转之后, 顿时瞪大了双眼, 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 他们骗人, 那可得小之以理, 动之以情。 然而, 齐等贤开口, 就是米国军火。 而且, 对方竟然还真的上当受骗打了钱过来, 这是什么操作? 给老子道歉。 老子是诈骗天才, 还用你来叫? 齐等贤一个大嘴巴子, 就直接甩在了这个讲师的脸上, 嚣张无比。 这讲师被他一巴掌打得脑瓜子嗡嗡的, 紧接着便勃然大怒, 咬牙道, 你敢打我? 齐等贤又是一个大嘴巴子抽上去, 骂道, 老子这种诈骗天才, 是你能比得上的。 还有脸当我的讲师, 说叫我? 看到没有, 这是多少钱? 你个憨屁。 连续两个耳光, 直接给讲师抽猛了。 而一旁的武装人员看到这一幕, 也只能是对视一笑。 那没办法, 在这里, 谁有业绩, 谁就是爹。 齐等贤才上班两天, 一个电话赚来两百万米金, 这可真是天才中的天才, 这一天的业绩, 顶别人几辈子了。 齐等贤满脸的傲涩, 我成交了一笔这样的大单。 你们还不通知老总过来, 在这里傻愣着干什么呢? 恭喜! 有一个经理, 站起身来鼓掌, 然后大家也都, 跟着起身鼓掌欢呼, 为齐等贤喝彩。 齐等贤却是不屑地撇了撇嘴, 一群没见过世面的乡巴佬, 死土鳖, 两百万米金, 高兴成这样。 教皇那边, 一管圣水, 可就是一亿米金呢。 果然, 他一下诈骗到两百万米金的消息, 被层层上报, 惊动了园区内的大佬, 金海也慌忙跑来。 哎呀, 李半贤小兄弟, 你一来我就很看好你, 知道你是人中龙凤。 好好, 今天做得很好, 以后, 我保证, 你在我们公司里, 一事无忧。 今天, 就给你换个最好的单肩住。 金海拍着齐等贤的肩膀, 脸上笑开了花。 两百万米金, 可是顶级大单, 得擀掉多少颗腰子, 才能赚得到啊。 那讲师面色如土, 一言不发, 但心里却是暗暗发狠。 等这一波过去了, 七等贤没业绩的时候, 他再好好收拾这次。 第1746章, 枪在手跟我走。 七等贤通过这一笔两百万米金的业绩, 一下就成了整个犯罪集团的红人, 诈骗园区的新星。 他被树立为了榜样, 高层们到处宣传。 金海更是笑得脸上都仿佛开了花, 殊不知七等贤看着他们这没出息的模样, 已经在心里吐槽了。 哥们随便出手, 都是千万上亿的。 这两百万米金, 给这群二傻子乐成这模样。 最不愤的是, 教期等贤诈骗话术的讲师, 他觉得自己的这套理论, 算是白研究了, 人只要狗屎运好, 怎么骗都可以啊。 整个园区内, 都欢天喜地过大年了。 当天晚上, 园区高管大手一挥, 买了猪来杀, 还让人安排了一箱箱的啤酒, 准备好好庆祝一番。 毕竟, 两百万米金, 对于他们这些乡下吐鳖来说, 的确是一笔天价单子了。 哈哈, 小李啊, 你好好干, 以后我不会亏待你的。 金海跟其等贤喝着啤酒, 满脸笑容, 越看越觉得这小子顺眼。 嗯嗯嗯, 谢谢金总, 我觉得自己, 就是干诈骗的天才。 其等贤举起杯子来跟金海干杯, 同样满脸笑容, 一旁的酒哼看着, 不由在心里暗骂, 这臭老六, 其等贤表面上笑嘻嘻, 但心里, 却是已经将金海当成死人了, 今天晚上就给他做掉。 那些被诱拐到此的华国人, 也都是感激其等贤, 是他成交了如此一个大单, 今天大家, 才能有这么好的日子可以过。 狂欢一直持续到晚上九点多才结束, 而且, 一个个都喝得五迷三道的, 晕乎乎的, 不少武装人员把枪放了, 就回宿舍睡大觉去了。 其等贤也洋装喝得很醉, 然后喝酒哼回了宿舍, 金海还说, 让他今天先整理整理东西, 明天就给他安排一个高级宿舍。 今天可以动手了吧? 我看那些武装人员, 一个个都喝得烂醉, 就算是站岗的, 都喝了不少酒。 酒哼眼睛发亮, 对着其等贤道。 当然了, 不然这两百万米金不白花了。 其等贤笑盈盈地回应道, 就在这个时候, 宿舍的门被人推开, 那个蒋师醉醺醺醺地走了进来。 李半贤, 你今天只不过是运气好。 蒋师对着其等贤就不愤地说道。 其等贤笑着起身, 搂住蒋师的脖子, 道, 嗨, 多亏了你栽培呢。 蒋师刚想说话, 却发现自己的脖子一紧, 仿佛被铁条给捆死了一样。 他疯狂挣扎, 但无济于事, 不多会儿, 两腿一蹬, 翻着白眼死了过去。 其等贤脸上的笑容收敛, 将尸体随手扔到了门背后去, 说道, 休息休息, 等那些武装人员睡熟了之后, 就动手吧。 两人稍微休息了片刻后, 看看时间差不多了, 便动身。 今天园区内狂欢, 大家都喝了不少的酒, 武装力量的防备也就松懈了许多, 甚至连站岗的都多多少少搞了两瓶啤酒。 其等贤和酒亨趁着夜黑摸了出去, 随手干掉几个武装人员, 然后便进入了大楼当中。 来到武器库的门口, 酒亨一下冲了上去, 两个在门口站岗的人, 还没反应过来, 就被铁掌招呼到了脸上来, 就听劈啪两声, 两个脑袋直接炸开, 无头尸体贴着墙壁, 软绵绵就倒了下去。 酒亨低头翻出一把钥匙来, 说道, 也不知道是哪一把, 却见其等贤已经在防盗门前站定, 右手一抬, 脚步扎稳, 门往前进了半步, 一记崩全落在门锁一带上面。 就听一声闷响, 坚固的防盗门便直接被一拳打得摇摇欲坠了, 门锁一带被完全破坏。 还要什么钥匙? 七等贤翻了个白眼, 推门就走了进去。 武器库当中, 放着一把把AK-47自动步枪, 还有一些手枪和电棍之类的玩意, 陈列得有些乱糟糟的。 酒亨和七等贤, 一人扒拉了一张床单, 将这些AK-47和手枪, 全部一股脑用床单裹了, 一人背着几百斤重的大包裹, 从楼里出来。 两人先是到了宿舍楼这边, 将包裹摊开, 然后, 一人提了一把AK-47和两个弹匣, 就直接杀人去了。 七等贤看到九亨拿着枪, 不由觉得怪怪的, 问道, 你信的, 怕不是南无加特灵菩萨吧? 九亨冷笑, 拉动枪栓, 道, 佛爷最近狠狠研究了一下枪线, 大当家说得好, 不会用枪, 算不得一代宗师。 七等贤看他端着AK-47, 不由摇了摇头, 展示了一下自己的持枪姿势, 一手拿捏着扳机和握把, 一手反过来按在枪身上沿, 道, AK后座力大, 不是拖住, 是要按住, 扎纹马步, 扫你老母, 哒哒哒哒哒。 AK压枪不都这样? 九亨说道, 然后高举双手, 把枪举过头顶, 我看黑洲人, 都这么压AK。 七等贤哈哈一笑, 没再多说, 踢着AK与九亨直奔园区的核心大楼, 路上遇到武装人员, 直接就一梭子过去, 给人乱枪打死。 这黑夜里骤然响起的枪声, 自然也是惊动了睡得不深的武装人员, 他们急匆匆跑到武器库去拿枪, 却发现, 武器库竟然被人给扫空了。 而园区内被当成猪仔的可怜人们, 也是听到了动静, 一个的好奇心驱使起来查看, 却骇然发现, 宿舍楼门口居然堆着两大包AK47, 还有各类手枪。 愣着干什么? 拿枪啊! 杀出去! 这可是我们重获自由的好机会。 有胆子大的, 热血未凉的, 看到这些枪之后, 脑子一下就狂热了, 立刻冲出来, 抄起一把AK, 连鞋子都没穿, 就往外跑。 他回头一看, 却发现身后的同伴们都愣愣的。 枪在手! 跟我走! 他举起手里的AK, 对着天空狠狠开了一枪, 嘴里高呼了起来, 喊出了一句非常经典的台词。 你是想做一辈子的懦夫? 还是哪怕几秒钟的英雄? 来自心底革命般的呐喊, 只为了唤醒少数的人。 枪在手! 跟我走! 越来越多的热血男儿汉响应了他, 纷纷弯腰, 抄起地上的AK, 将之拿在手里, 跟上了这位英雄的步伐。 他们本是被圈养的牛羊, 任人宰割, 但这一刻, 他们拿到了武器, 将冲出这个牢笼, 谁也不能阻挡。 他们人挡杀人, 佛党杀佛! 他们要重获自由, 因为, 他们手里有枪, 他们手里, 有能让一切强权, 都不得不跟他们好好说话的东西。 枪在手, 跟我走! 越来越多的猪仔, 汇入了人流, 他们跟随着拿着AK的大部队, 发出这样的呐喊。 七等贤听在耳朵里, 嘴角不由流露出一丝笑意来, 他对自创的革命一拳, 似乎有了更多的领悟。 第1747章, 阿卡四七超度佛, 整个园区已经乱成了一团, 被视作韭菜, 牛羊的人们捡起了AK四七, 同样也能够爆发出强悍的战斗力。 等到他们的人越来越多, 打死了更多的武装人员之后, 他们才发现, 原来对方同样也是人, 也会害怕, 也会在枪口下, 吓得双骨战战, 流出尿来。 金海是被惊醒的, 他听到了无数的枪声, 整个园区都乱了, 这让他惊慌失措起来。 怎么回事? 那些猪仔造反了不成, 居然闹得这么凶, 得打死多少人? 金海怒声问道, 金总, 出大事了! 咱们的武器库被人给卷了, 那些猪仔拿到了枪, 现在正在往园区外冲, 咱们的人死伤严重。 金海的手下赶忙过来 汇报情况。 金海听到这话之后, 脑子就是一猛。 金怒交价地说道, 他们只不过是我豢养的牛羊, 供我随时提款的血库, 居然敢反抗我。 拿着我的枪, 杀我的人。 一众汇聚到金海这边来的 园区高管, 都是不由瑟瑟发抖, 不敢说话。 金海握紧了自己的拳头, 宁笑着道, 狗日的, 韭菜而已, 居然也敢反抗, 我看他们就是找死, 给我联系哈财, 让他派军队过来, 给我弄死这群狗娘养的。 哈财是嘎宫附近的 一股军阀势力, 手里有五六千号人, 平日里没少吃金海的孝敬, 若是金海有什么事, 他们便会第一时间出动。 但就在这个时候, 他们听到了非常劲的枪声, 那AK怒吼咆哮的声音, 让他们浑身发抖。 齐等闲此刻, 正一手按着AK, 一手握着把手抠着扳机, 疯狂扫射呢。 九亨也有样学样, 两人就好像当年在香山抢劫的汉匪一样, 以这样的方式按着AK一路扫过来。 普尼阿姆, 这玩意儿可比武功好用多了。 九亨大叫道, 以后佛爷得了正果, 就好南无波罗密多阿卡四七超度佛。 正好打完了一梭子, 九亨掏出弹匣在空了的弹匣上一敲, 给空弹匣敲掉, 给满弹的弹匣装上继续大呼小叫地扫射。 这些武装人员的人数众多, 但奈何手里火力不足, 长枪都被齐等闲和九亨搞走了, 只有手枪, 只能被压制着。 而齐等闲和九亨又是神级高手, 对于危险都有预感。 子弹还没开出来, 两人便已经躲开了。 齐等闲也是不由杀得满脑发热, 觉得自己的气势越发圆满, 一梭子扫倒了堵在门口的几个武装人员之后, 将枪往身上一挂, 捡起两把砍刀便往大楼里冲。 大楼内也有武装分子固守, 只不过, 他们的火力不足, 齐等闲冲进去之后, 立刻挥舞双刀杀了起来。 八卦掌本就脱胎于刀术, 齐等闲的八卦掌练得大开大合, 齐刀法自然是不用多说。 在楼梯转角处, 两个枪手刚刚开了两枪, 齐等闲的身体便猛然一滴, 一个白蛇浮草压低了身形, 跟着就是一记蛇架风的身法运出, 如同乘风而行的蛇腰, 蹭的一下到了这两个枪手的面前来。 两名枪手害得急忙将枪口下压, 就要开枪。 然而, 齐等闲却以双手交叉, 腾身而起, 起身瞬间, 两刀交叉, 抹过此二人的咽喉处。 大动脉直接被砍刀斩裂, 那鲜血如喷泉般冲天而起, 染红了半个走道的墙壁, 这两人也是软绵绵就倒在了地上。 拦住他! 杀呀! 这些武装人员也是凶悍, 后面走道上的十几人, 看到齐等闲如此强横, 静也不躲, 提着钢管, 垫棍, 砍刀, 就要上来拼命。 齐等闲双眼一眯, 踢着刀就往前奔去, 但是, 却感觉到身旁传来嗖嗖嗖的风声, 身后也传来暴斗一样的枪声。 只见眼前扎堆的十几号武装人员, 一个个胸膛上炸起血花来, 正在前冲的他们, 纷纷往后扬倒了去。 刀哪有这玩意儿好用? 闪开! 让佛爷, 我来送他们去见圣主。 九亨正驾着AK站在后面, 扎着马步, 哒哒哒哒疯狂扫射着。 好家伙, 一梭子下去, 对面也就两三人站着了, 而且全部都傻在了原地, 瑟瑟发抖起来。 上! 他的子弹打完了。 就在这个时候, 走到尽头的房间内, 又涌出一大批武装人员来。 原来, 前面的这十几人, 只是诱饵。 他们也知道, 敌人踢着枪冲进来, 必须要有人牺牲去堵枪眼, 否则的话, 大家只能等死。 但九亨却是咧嘴一笑, 猛然一个回身, 短暂消失了片刻, 在出现的时候, 肩膀上竟扛着一发RPG。 其等闲看得毛骨悚然, 赶忙一个后撤步, 然后压低了身体, 连续后退。 碰! 他感觉到头皮灼热, 九亨手里的火箭弹 几乎是贴着他的头皮蹭过去的, 给他头发都烧焦了一片。 那群武装分子, 也不由傻眼了。 内心里只有一个感受, 绝望。 他们平时仗着手里的武器, 欺压主宰, 如高高在上的天神, 主宰别人的生命, 但现在, 却只能等待死神来, 收割他们。 火箭弹直接在人群当中炸开, 走到都坍塌了一半, 大片大片的血肉和残肢, 断臂横飞, 一些没被炸死的人, 更是凄惨, 断手断脚, 长穿肚烂, 只能等死。 满头乱发的九亨, 一手扛着RPG, 一手竖掌放在胸前, 满脸慈悲地说道, 纳摩阿弥陀佛, 善灾, 善灾。 其等闲嘴角狂抽, 道, 你哪里搞的这玩意儿? 刚当有个人扛着RPG要轰我, 被我打死脚械了, 嘿。 九亨得意地笑了起来, 难怪老七师傅喜欢用这玩意儿啊, 真是好使, 来一百个龙王战神也得死翘翘啊。 其等闲不由无语, 这他妈的, 这到底是自己要来杀恶棍叙事, 还是九亨要来积累功德呢? 这一幕, 恐怕怨鬼看了, 都要直呼内行。 其等闲也不想跟九亨多说, 直接一路杀上去, 准备先把这个犯罪集团的首脑们, 统统端掉了再说。 其等闲很快就杀到了金海所在的这层楼, 这里的抵抗更加凶猛了, 但他两把刀在手, 宛如死神, 照面就是一刀。 劈, 砍, 摸, 点, 吸, 跳, 刺, 量, 两把砍刀在他手里, 使得眼花缭乱, 但杀伤力又极强, 一条走到过去, 尸体几乎铺满。 我擦, 感觉他杀得比我多了。 我得找个弹侠仙, 久亨见着这一幕, 顿时气得不行, 觉得风头被抢走, 赶忙去这些武装人员身上, 翻找弹侠和子弹。 第1748章, 针, 回马枪。 当金海看到手提双刀的七等弦闯进来之后, 人都不由傻掉了。 他震惊道, 李半弦, 你你, 你这是干什么? 七等弦道, 我来送你上路啊。 做了这么多坏事, 不是还在网上叫嚣说, 我们是键盘侠吗? 哥们这不就来线下真实你了吗? 金海惊怒交加, 说道, 你, 你好好为我做事, 未来前途无量, 何必呢? 七等弦微笑道, 跟你做事, 前途无量。 是你太高看自己了, 还是太小看我了? 哥们赚钱向来都是上亿上亿的, 两百万米金, 给你这傻子, 高兴成什么样了? 他一边说这话, 一边走向金海, 手里的砍刀不断往下滴血, 滴答滴答落在地板上面, 发出一声声渗人的响声。 你退后, 不要靠近金总。 金海的手下们挡在前面, 色里内人。 七等弦根本就不说废话, 刀子一挥, 人头飞起, 一脸斩了四个人。 金海面色如荼, 他是做梦也想不到, 白天还帮他搞了一个两百万米金大单的手下, 到了晚上, 居然变成了杀人狂魔, 而且要取自己的命。 你放过我, 我的钱都给你, 这个园区也送给你, 金海的后背已经靠到了墙壁上。 七等弦却是淡淡道, 你那点钱我看不上, 而且, 我若是放过了你, 那么, 没被你放过的那些人, 去哪里深渊呢? 金海将应道, 大家都是华国人, 别这么苦苦相逼, 以后我从善可好。 七等弦吃笑一声, 道, 你嘎同胞妖子的时候, 可没顾念这是华国人啊。 金海心里一百个傲谋, 真不知道是谁把这尊魔王给搞到园区里来的, 现在, 自己的这条老命都要葬送了。 就在这个时候, 九亨端着上了新弹侠的AK冲了进来, 说道, 让我来。 他一下冲到金海的面前, 猛然一个回身, 然后将枪口一下顶住金海的胸膛, 怒喝道, 吃我一记回马枪。 哒哒哒哒哒。 AK开火, 血肉飞溅, 金海的身体贴着墙壁, 跟跳钢管舞一样, 抽出了起来。 七等弦立刻后退, 避免被那些被打爆的碎骨, 血肉, 内脏碎片给沾染到。 九亨直接顶着金海的胸膛, 来了一梭子, 然后, 以一个标准的架势收了枪, 真是妖马合一啊。 谁说没枪头, 就捅不死人。 九亨一手抱着AK, 一手轻轻抚摸着滚烫的枪管, 满脸傲娇地说道, 七等弦看得都有些发毛, 这是捅死的吗? 这纯粹是被子弹给轰死的好吧, 整个胸膛都透明了, 一块好肉都没有了, 背后的墙板都打穿了。 金海的尸体倒地, 双眸圆睁, 他在白天的时候, 还是主宰上万人生命的超级大佬, 但这一刻, 却死得如此的憋屈。 七等弦随手扔掉了手里的双刀, 说道, 我看你以后也别练什么武功了, 整上三五条AK背着好了。 九亨哈哈一笑, 说道, 这玩意儿是真好用, 这才是真正的杀人如捡草, 宰人如走路啊。 回头, 我跟老七师傅学一下米国太极, 干掉金海和该犯罪集团的一众高层之后, 七等弦觉得整个人轻松了不少, 整个人却依旧杀气腾腾, 但心意上却是再无破绽了。 而且, 他听着园区内那喧嚣的吼叫声与枪声, 内心当中, 竟然觉得格外的安宁。 革命大抵便是如此吧。 七等弦心里想着, 然后转身离开了这房间。 踏过满是尸体的走道时, 九亨走在他的后面, 却是觉得, 此人身上竟仿佛散发出一股几近神圣的光芒来, 好似有一只只有力的大手, 正推动着他的后背, 助力他前行。 两人离开大楼之后, 便能看见到处都是尸体。 那些被豢养的猪仔, 今天反而变成了死神。 园区的大门已被冲破, 不少人逃出升天, 还有不少人提着AK在园区内成群结队游荡, 发现那些犯罪集团的人便二话不说, 直接击毙。 他们都是有怨气的, 毕竟被关在这里剥夺了自由, 随时随地被殴打, 甚至有可能被割掉腰子, 抽干身上的血。 当年, 黑州的卡子哥被人民从下水道里揪出来后, 便是被生生打死的, 人人皆恨不能生蛋其肉。 今天死的人好多, 怨鬼过来的话, 怕不是要乐开花了。 九亨忍不住说道, 你比他专业多了。 齐等贤看了九亨一眼, 有些无奈地摇了摇头, 九亨哈哈大笑起来, 那当然, 佛爷我可是圣光骑士团的团长, 那可不杀人如捡草吗? 齐等贤恨不得两巴掌拍死他, 要真给他当的老实子团长, 那以后自己什么也不用做, 整天忙着擦屁股就好了。 两人还没到园区门口, 就听到了更加剧烈的枪声传来。 九亨一惊, 说道, 该不会是军队过来了吧? 那可麻烦了, 一个也逃不掉。 齐等贤道, 别担心, 你以为那两百万米金, 是让他们白收的呀? 九亨愣了愣, 道, 什么意思? 那两百万米金是屠夫的, 他被诈骗了, 带着军队过来报个仇, 没什么问题吧? 齐等贤看了一眼九亨, 反问道, 卧槽, 你是真的溜啊? 九亨听后, 一阵无语, 半晌之后, 才说出了这样的一段话来。 本来以为齐等贤让别人出钱, 故意被诈骗, 已经很溜了, 没想到, 居然藏着后手。 外面的军队, 是哈财的, 他带了六百多人, 已经将园区的大门给堵住了, 但凡是敢冲出来的, 统统乱枪扫死。 哈财冷哼一声, 金总还真是废物啊, 这么多人, 这么多枪, 居然还管不住一群猪仔, 还要我派军队过来镇压。 他将双腿翘在车台上, 懒洋洋地抽着烟, 在他看来, 这都不算是。 一会儿, 只削把兵派进去, 分分钟就能碾压这群, 没受过专业训练的猪仔。 但就在这个时候, 部队的尾部, 忽然传来了剧烈的爆炸声。 这把哈财吓了一跳, 猛一转头, 怒道, 发生什么事了, 怎么会有爆炸? 哈财将军, 大事不好了, 有一支来历不明的军队, 忽然出现在我们后方, 对我们进行了袭击。 一个手下飞快跑来汇报情况。 什么? 怎么可能? 嘎供附近, 除了我哈财之外, 哪里还有别的军阀? 哈财也是吓得魂不附体。 他这次只带了六百多人出动, 心里很是不安。 第1749章, 公义与我脚下流淌。 屠夫直接捅了哈财的定念, 一顿炮火离过去, 给这群人打得哭爹喊娘。 哈财惊怒交加, 他也不知道, 为什么在独三角一带 兴风作浪的屠夫 会突然打到嘎供这边来? 而且, 他还没接到半点消息。 这明显就是一场闪电战啊, 不声不响, 就拉了大部队过来收拾他。 屠夫站在一辆装甲车上, 双手抱胸, 冷哼道, 这群诈骗团伙真是不知死活, 连本大爷的钱都敢骗, 给我狠狠地打。 哈财的六百人小部队 很快就被打散了, 而且还造成了不少的死伤, 他也是被包围, 根本没办法跑路。 男性将军, 咱们井水不犯河水, 你来打我干什么? 哈财忍不住了, 拿起扩音器就跟屠夫问话。 他娘的, 你们诈骗老子两百万米进, 还问我来打你干什么? 打的就是你个狗砸碎。 屠夫骂骂咧咧地回应道。 最后, 哈财直接被屠夫给生情了, 五花大榜地暗倒在地。 他很无奈, 自己这是被偷袭了, 不然的话, 凭借六千人的部队, 也不是不能跟屠夫抗衡的。 屠夫带着自己的部队潜入嘎供, 来了这么一出, 简直丧心病狂, 完全不把别的军阀和政府军给放在眼里。 那没办法, 现在他是独三角一带最强大的军阀, 手里都是溢水的雪国装备, 武装到了牙齿, 连武装直升机都有好几架呢, 别人根本打不过他。 那些刚刚把整个园区闹翻了天的可怜人们, 看到自己又被军队给包围了, 不由瑟瑟发抖起来, 不知道自己的命运又会走向何方。 你们各自拿把手枪防伸, 步枪留下, 然后想办法回家吧, 我不为难你们。 屠夫大手一挥, 说道, 但这些人还是情绪紧张, 抱着AK不肯松手。 最后, 陆玲玲走了出来, 平静道, 诸位同胞, 请你们相信乃姓将军的话, 我可以保证你们平安无事, 只要你们能到达我指定的港口, 我就可以把你们送回家。 这些人将姓姜姨, 但最后还是选择了放下长枪, 而屠夫也狠手信用, 甚至还一人发了一把手枪, 一个装有十发子弹的弹匣, 让他们防身。 直到此时, 齐等贤才和九亨不慌不忙地 从园区里走出来。 屠夫看到齐等贤之后, 立刻笑逐颜开, 说道, 哎呀, 二当家您来了呀, 得亏了您, 给大家弄得一片狼藉, 否则的话, 我的部队想要过来, 没那么容易。 屠夫很高兴, 因为他又打下了一块地盘, 回头压着哈才去接收军队, 便又能壮大自己的实力。 贤哥, 陆灵灵见到齐等贤之后, 也是很开心, 没想到能在这里碰面。 死胖子军队, 搞得有点样子了啊。 齐等贤看到屠夫手底下的人, 都很守纪律, 不由点了点头, 惊讶地道。 这好不容易重整旗鼓了, 当然要做出点样子来, 不然的话, 大当家与二当家这么多年的教会, 岂非白费。 屠夫很是客气地说道, 哈才不由心惊肉跳, 此人到底是谁, 能让残暴的乃性, 都以这般谦卑的态度应对? 而且, 还是从园区里走出来的, 莫非, 园区里的乱子, 也是他整出来的? 九亨看向屠夫, 道, 你就是屠夫。 屠夫便拱手道, 九亨师父您好啊, 九仰大名了。 九亨若有所思地道, 我听很多人说你不是个好东西, 都托我教训一下你, 要不, 咱们先搭搭手。 屠夫的面色忽然一紧, 道, 别开玩笑, 我这人一向善良正直, 而且以黎明苍生为己任, 怎么可能是个坏人呢? 九亨听到这话, 脸色却是变得更加凶悍, 宁笑道, 本来还不确定, 但听了你这话, 我就更加确定了。 齐等贤却是直接给九亨一把推开了, 道, 别在这里搞事情, 先把该做的工作搞定了, 你再跟他慢慢搭手去。 很快, 屠夫的部队直接开进了园区, 开始进行搜刮, 顺带着把那些没死的补上两枪。 这个在御师国臭名昭著的, 由华国人建设的电炸集团, 就此覆灭了。 我是听说, 二当家, 你要跟米国的那个什么克拉克大决战, 怎么有闲心跑到御师国来搞事情? 屠夫忍不住询问了起来, 一旁的陆玲玲也是不有点了点头, 道, 是啊, 贤哥, 我听说, 那个米国人强得离谱, 你应该专心应对他才是。 其等贤便道, 我来这里杀点人, 热热身, 这才好回去跟克拉克打。 这话说得很随意, 但听得屠夫是有些头皮发麻, 其等贤动起手来的残暴程度, 可是不输气不与多少的。 好, 打死那个米国老。 吐夫咳嗽一体, 道, 我打死他, 还是他打死, 我都不一定。 其等贤却是摇了摇头, 笑道, 说完这话后, 其等贤抬眼看向远方, 那里已经冒出了雨堵白来, 天似乎要亮了。 对于这些被解救的人来说, 天是真的亮了。 他们只要能够到达路零零说的地方, 就有船只送他们回家。 在这边的日子里, 宛如地狱, 对于他们来说, 一辈子都难以忘却。 同样, 这也是一个教训, 让他们以后的人生会变得更加谨慎。 其等贤想起自己今天所做的一切, 想起那些被压迫到了极点的人, 愤怒地反抗。 他的内心当中, 有了许许多多的触动。 二当家, 你得赶紧离开, 米国人的情报机构很厉害。 你在这里搞出这么大的事情, 他们肯定会探知。 到时候, 派了人过来, 可就不好走脱了。 屠夫对其等贤说道, 其等贤毕竟是要跟克拉克决一死战的, 所以, 米国人在探知他的动向之后, 肯定会出招。 嘎公这里闹得这么大, 他就算想隐藏, 恐怕也隐藏不了。 其等贤说道, 我知道了, 这就动身。 九亨师父, 我们走, 回鹏来去吧。 九亨不爽道, 我还没教训屠夫这个坏蛋呢。 谁说他是坏蛋了? 其等贤好奇道, 都这么说啊。 杨小姐, 还有李小姐, 九亨抬起手指头数了起来, 屠夫听了一阵汗毛倒立, 好家伙, 自己不在监狱的这段时间里, 到底他娘的背了多少黑锅。 以后, 要加重身边的防卫力量了, 免得不声不响被人家派杀手过来给赶了。 其等贤也不容九亨多说, 扯着他就静止离开。 陆玲玲在朝阳下冲着他挥手, 道, 贤哥, 我哥会保佑你的。 公义, 必与你的脚下流淌而过。 第1750章, 我的团长, 其等贤和九亨返回到御事国首都, 然后乘坐飞机返回蓬莱。 坐在头等舱里, 其等贤不由问道, 你现在看我和克拉克, 积极开了? 九亨若有所思, 道, 你嘎了这么多人, 这一趟下来, 怕不是背了百条命, 自身气势已经积蓄到了极点。 而且, 我感觉到你的气场, 似乎有更大的变化了。 你现在已经处于一个绝对的巅峰状态, 哪怕是用了胜水, 都未必见得比这要更好。 不过, 我没看到克拉克, 不知道他什么情况, 积极开还真不好说。 如果是上次与我战斗的克拉克, 那我觉得, 你的胜率还是有七成的。 七等闲听后, 微微点了点头, 说道, 你说的没错, 我的气场发生了一些变化, 园区里的事情, 让我有些感悟。 而且, 几天之内, 一气嘎掉这么多人, 已让我的心意圆满。 无敌, 我这次回去, 便要打死克拉克这个劲敌。 他与克拉克的交锋, 不知多少次了, 文斗武斗, 都吃过对方的亏, 也都占过便宜。 可这一次, 不是点到极致, 而是要站在擂台上, 去打一场, 可以说是承载两国气运的架。 这一场的胜负, 两岸的人都会密切关注, 米国人也会密切关注, 甚至可以决定 左沉与游欣之间的竞选。 九亨说道, 不过, 你在御事国杀人叙事的事情, 肯定也会暴露, 会有人来对付你, 保证克拉克能赢。 七等贤道, 他们有人, 我也有人啊, 哼哼, 我老妈会把一切安排好的。 九亨一脸愕然, 道, 你是妈宝男啊。 七等贤想给这破和尚两耳瓜, 简直太会说话了吧。 你没妈, 所以羡慕我。 七等贤冷冷地说道, 草, 扎兮。 九亨听道后, 宛如受到了暴击, 捂着心口往后一道。 蓬来这边, 就没有嘎工热了, 天气让人觉得舒适了许多。 天气太热了也不好, 毕竟没人穿黑丝, 呸, 太热了, 难免让人心神浮动, 意气烦躁。 落地之后, 七等贤便打电话通过段天涯和刘斌威这两人, 略微了解了一下最近的信息, 最近倒是没发生什么大事, 只不过, 这场武道大会被宋蒲炒得火热。 然后, 七等贤就直接去了孙颖叔的别墅, 不过, 夫人梅在, 她在蓬莱也是有许多业务要忙的。 才刚到别墅里来没多久呢, 七等贤就接到了一个异国电话, 居然是团长罗本。 齐大主教, 我奉教皇陛下之命, 到蓬莱来给予你支持。 罗本开口就沉声说道, 爱尔文团长你来了呀, 是我过去接你, 还是给你报个地址, 自己过来。 七等贤问道, 阿瓦达大主教报个地址算了吧? 罗本的声音, 一下就变得不爽起来。 七等贤耸了耸肩, 给他报上地址。 九亨耳力很好, 听到了两人的对话, 道, 那位神圣骑士团的团长来了。 很好, 我这个圣光骑士团的团长, 正好想与他切磋切磋。 七等贤冷冷道, 谁他妈疯的你圣光骑士团团长啊? 能不能别这么不要脸? 九亨拍着自己的胸脯道, 佛爷给你当团长, 算是屈才了。 你居然还嫌弃佛爷, 信不信回头就给你的阿瓦达大教堂拆了。 七等贤知道, 这次又觉得皮肉痒痒了, 于是, 让他到院子里来, 抄起两根钢管, 就给他打得哇哇叫。 被打得满身瘀青之后, 酒哼软绵绵地躺靠在墙边, 骂道, 你他妈往死里打呀, 下死手势吧。 七等贤不屑道, 刚刚你不挺享受的吗? 九亨觉得, 筋骨都在痛, 旋即搬运气血, 片刻之后, 便又生龙活虎起来, 也总算是不再挑逝了。 七等贤摇了摇头, 觉得真要找个电炸园区, 给九亨送进去。 反正这私有事没事就想被打, 那些武装人员正好可以满足他。 没多话, 罗本来了, 穿着一身西服, 手里还提着个大皮箱。 他身材高大, 长相帅气, 金发碧眼, 再加上提个皮箱, 还真有些像是动作电影里的那些特工, 有一种强化版阿汤哥的味道了。 阿瓦达大主教, 好久不见啊。 罗本不给七等贤开口的机会, 直接就打起了招呼来。 埃尔文, 七等贤举起手来挥了挥。 但罗本却继续道, 阿瓦达大主教不必多说, 我是奉教皇陛下之命前来, 给你来送了三管圣水。 七等贤不由愣了愣, 道, 教皇脑子, 嗯, 陛下他老人家, 怎么突然大发慈悲了, 让你给我送圣水? 罗本神色淡定地道, 因为陛下也很讨厌米国人对他指手画脚, 所以, 他希望你能送克拉克去见圣主。 显然, 克拉克让兰多夫到教廷去谈判的事情, 给教皇整冒火了, 毕竟, 他什么身份什么地位, CIA的人有什么资格在他面前狗叫。 而且, 教皇也是有顾虑的, 担心其等贤被人给打死了。 最近莫名其妙冒出来的异端虽然多, 但其等贤都能收拾得了。 而且, 这些异端还一个个多才多艺。 要是其等贤被克拉克给赶了, 以后圣教又得入不敷出了, 毕竟, 从始至终都只有一位大主教在不断给教廷送钱, 而且几乎从不伸手。 别的主教嘛, 一个个嚷嚷着要发展, 让教皇拨款给经费, 这让教皇看到他们就觉得不爽。 陛下果然圣明啊, 不愧是我圣教的领路人, 不愧是圣主指定的唯一连贤, 其等贤立刻高举双手, 赞美教皇, 然后画起了十字来, 唯有伟大的教皇陛下, 能承载圣主的光辉, 阿门。 罗本也是跟着画十字, 道, 阿门。 其等贤接过皮箱, 打开一看, 里面果真是三管圣水, 这让他不由乐了。 同样, 心里对老家伙也有那么一点感动了, 要知道, 圣水可都被齐步与一个人给倒空了, 现在那泉眼处都还是干涸的, 得等到圣诞之后的新年, 才会有泉水冒出来了。 教皇手里的存货明显不是很多, 却还让罗本送了三管过来, 多少是让人感动低吗? 九亨在这个时候走了上来, 不怀好意地上下打量罗本, 用一口别角的阳文问道, 你就是神圣骑士团的团长罗本? 罗本看向他, 问道, 你哪位? 平僧, 呸, 我乃是圣教南方大区旗下, 阿瓦达大教堂圣光骑士团团长, 佛朗西斯, 九亨。 九亨一撩外套, 一副义气风发的模样, 罗本看了一眼其等贤, 那意思好像是在问, 你确定这二傻子, 是你的团长? 第1751章, 九亨作死, 其等贤都被罗本这眼神, 看得有些不好意思了, 无奈地摇了摇头, 你别听这次胡说八道, 我怎么可能让他当我圣光骑士团的团长呢? 罗本一听, 觉得也有道理, 眼前这个魁梧程度不下于他的男人, 让他觉得脑子有些不大正常。 九亨说道, I wanna fuck you, 罗本嘴角一抽, 往后退了两三步, 其等贤也是狠狠拍了一下自己的额头, 道, 大哥, 那单词是fight, 不是fuck, fuck, 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显然, 九亨这散装杨文学的不是很好, 他本来是要跟罗本说, 想要打架, 结果说成了不堪入目的事情。 其等贤急忙给罗本解释了一下, 这才让罗本松了口气, 刚刚他差点就误会了, 以为其等贤这丝是个双性恋。 弗朗西斯, 你还是好好学习, 一下外语吧, 免得丢人。 罗本说道, 这老外说什么? 九亨转头看向其等贤, 问道, 他让你好好学外语, 别带着个单词就乱冒, 免得惹人笑话。 其等贤美好气地说道, 九亨这丝经常以圣光骑士团的团长自居, 还时不时搞出让人啼笑皆非的事情了, 这让其等贤觉得非常的不爽, 罗本没错, 怎能让这种二傻子当团长呢? 九亨说道, 外语什么都无所谓, 咱们先打一架再说, 以武会友, 看看咱们两个团长谁厉害嫌。 说完这话, 九亨就气势汹汹地准备冲着罗本去了。 其等贤却是对罗本说道, 那你就跟他交流交流, 不过, 点到为止好了。 罗本觉得这也有趣, 所以脱掉了自己的外套, 摆开了阵势, 准备与九亨打上一场。 九亨也兴奋了起来, 在他看来, 罗本是个实打实的顶尖高手。 于是, 这两个五大三粗的男人, 就在别墅的院子里打了起来, 罗本一开始还没敢用力, 结果自己吃了大亏, 险些被九亨直接扭着肩膀扔飞出去。 他也不敢再大意下去, 严阵以待, 用自由搏击的方式与九亨打了起来。 九亨有意试探, 便运起金钟罩, 用腹部接了罗本一拳, 结果这一拳下去, 险些打得他爆肝倒地, 觉得脑袋一阵眩晕。 罗本也没有乘胜追击, 而是说道, 你很厉害了, 能跟我打成这样? 九亨咬牙道, 再来。 然后, 他觉得肝脏太疼了, 脑袋晕得厉害, 只能一屁股坐倒在地。 其等闲看在眼里, 咧嘴就笑了起来, 觉得这大和尚, 纯粹是活该的。 如果要分生死的话, 罗本肯定不是九亨的对手, 但是, 九亨自己做死, 要用身体, 来试探别人的全境。 这一拳下去, 打得几乎爆肝, 让他损失了再战的能力。 你选的这个圣光骑士团团长倒还不错, 毕竟能跟我打成这样, 了不起了。 罗本淡淡地说道, 哈哈, 我也觉得, 他能跟你打得有来有回, 已经很不错了。 其等闲跟着大笑起来, 罗本说道, 好了, 阿瓦达大主教, 圣水我已经交给你了, 接下来的事情, 就由你自己解决了, 我是帮不上忙的, 那个米国人很厉害, 小心应对。 其等闲道, 有劳阿尔文团长, 你千里迢迢给我送来圣水了。 罗本看了他一眼, 道, 我会在这里看完你与米国人的决斗, 不过, 你有没有考虑施展一下神圣秘法, 这样绝对不会输。 其等闲听后发笑, 道, 那不能, 神圣秘法不可轻易示人, 否则的话, 哪里还谈得上秘法两字呢? 我会全力结合参孙世诗的神力, 狠狠教训这个米国人的。 罗本听他这么忽悠, 觉得导也有些道理, 神圣秘法, 既然沾了秘法两个字, 那好像还真是不能轻易示人。 罗本拿着自己的外套, 就直接离开了。 九亨想要再战, 但是却站不起身, 只能瞪着人离开。 罗本的拳头还是很重的, 就算是我, 也不敢用横练功夫, 去应接一下满力量的勾拳。 齐等贤看着九亨, 发笑起来。 妈的, 这个鬼老外的拳头是挺重的, 我不该这么冒失。 九亨说道, 他道也是豁达大度, 输了就输了, 不会耿耿于怀。 而且, 罗本也的确是有厉害本领的。 当初齐等贤在教廷当中, 与罗本就有过交手, 此人身上带有一股强大的力量, 易于常人。 齐等贤道, 看你以后, 还敢不敢乱去挨打。 九亨说道, 我大意了, 没有闪。 齐等贤听后, 不由哈哈大笑, 说道, 建议你下次, 直接用出闪电五连鞭。 九亨翻了个白眼, 缓了好一阵后, 这才从地上爬起来, 略微活动活动, 调息吐气片刻, 觉得腹部的疼痛减轻, 可以自如活动了。 下次再找这个鬼老外打一场, 我不放水了, 非得让他知道, 知道, 佛有的厉害, 免得佛爷我被小觑了。 九亨说道, 你可别张口闭口佛爷佛爷的, 他要是听得懂了, 小心带着一群骑士来围殴你。 那些神圣骑士, 人数要是一多, 我也脑壳疼。 齐等贤冷笑道, 九亨听后, 却是更加来劲了。 啊, 那就更要说了, 一群骑士来打我一个, 那得有多爽。 齐等贤真后悔自己多这么一嘴。 齐等贤摸出手机来, 寻思着给夫人打个电话, 问问人什么时候回来。 不料, 一个让他出乎意料的人, 倒是先来了。 你怎么来了? 齐等贤惊讶, 话说, 你这次是赵红泥, 还是赵红秀? 九亨一看, 双眼冒出金光来, 道, 好家伙, 这个女娃娃的气场, 居然不在你之下, 是个高手, 我来试试。 三分钟后, 九亨昏死在了院落左侧的石桌上。 他双眼翻白, 嘴里吐着白沫, 眼角裂开。 他才挨了齐等贤一顿打, 又让罗本一拳爆肝, 虽然恢复了行动, 但身体状态肯定是不佳的, 就这样, 上去挑衅脾气不好的赵红秀, 这不是做死吗? 齐等贤扎了扎嘴, 道, 好吧, 看来是红秀表姐啊。 赵红秀脸色冷漠, 道, 这就是那个五疯子九亨, 感觉没那么强。 看来, 克拉克也是浪得虚名罢了。 齐等贤懒地跟他解释, 就问道, 你来了, 那谁保护我老妈? 齐家的人会保护他, 而且, 他重掌用久, 又暗中布局多年, 赵家已经很难奈何他了。 赵红秀淡淡地说道, 第1752章, 超脱, 赵思青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很厉害的人, 不然的话, 齐步与这种混世魔王怎么会对他俯首贴耳的? 在干掉米哈尔德之后, 连带着损失了这么多高手, 赵家的却是怒不可遏, 但赵红秀守在赵思青身旁, 他们也很难怎么样。 现在赵红秀虽然离开, 但赵思青的一阴后手都已经提上了日程, 赵家也不敢轻举妄动了。 赵思青显然也是意识到, 齐等贤与米国人克拉克的这一战, 非同小可, 所以才把赵红秀给安排了过来, 充当护法, 避免大战前夕被人打扰。 赵红秀道, 姑妈让我过来, 确保你在决战之前, 不会受到别人影响, 这一战, 你必须要赢。 齐等贤道, 跟克拉克这样的高手过招, 谁能确定自己肯定赢呢? 不过, 你都这么说了, 那我肯定尽力而为。 赵红秀满脸鄙夷地看着他, 说道, 我倒是巴不得你被克拉克打死, 只是担心姑妈会难过罢了。 齐等贤叹息道, 我表姐还真是刀子嘴斗俯心啊。 赵红秀举起拳头来, 问道, 你抗不抗打? 齐等贤看了一眼昏死在桌上的九亨, 不由咧了咧嘴, 笑道, 开个玩笑而已, 不要在意吗? 你要打人, 打他就好了, 反正他欠打的。 又过了足足十来分钟之后, 九亨这才醒过来, 一醒来就喊痛。 齐等贤乐了, 总算是有个能让他喊痛的人了, 以后看他还敢不敢这么嚣张, 动不动就挑事。 刚刚我留守了, 不然那一掌, 直接震死你。 不要以为你侥幸从克拉克手里逃脱一命, 就可以为所欲为。 赵红秀对着九亨冷冷地道, 女娃娃厉害啊, 武功居然这么高, 我身兵警戒。 九亨对赵红秀也是很佩服, 知道这是一位神级强者, 而且脾气有些不大好, 还是不要轻易挑衅。 齐等贤转头对赵红秀道, 我们离开帝都之后, 有发生什么事吗? 赵红秀道, 风平浪静, 齐等贤道, 越是这样, 越是有问题啊, 赵家吃了这么大的亏, 不可能不找回厂子来的。 不过, 我老妈坐镇帝都, 还有我六个那个家伙, 倒也不用太担心。 赵思青的能力是毋庸置疑的, 不然也不会在自己身旁 笼络到那样一群大楼, 哪怕是沉寂多年, 这人脉都始终还保持着凝聚力。 而齐云峰就更不用说了, 顶尖老六嘛, 谁也不知道他会从哪个阴暗的角落里 跳出来给你一刀, 然后赚取一千五百块。 我起初还有些担心, 你因为这一战的压力过大, 而影响到精神状态, 现在看来, 倒是多心了。 你这种人, 似乎不会被影响。 赵洪秀看着齐等贤, 说道, 什么叫我这种人不会被影响? 齐等贤顿时就很不爽了, 你自私自利, 哪里会被大事所影响? 赵洪秀嗤笑着说道, 齐等贤黑着脸道, 来来来, 咱们下棋, 看哥们杀你的片甲不留, 你个臭棋篓子。 赵洪秀的声音, 却是忽然变了, 有些随和, 有些温柔, 说道, 来啊, 手弹三局吧, 中途换人, 不讲武德, 跟你这种人下棋没意思, 算了吧? 齐等贤直接摆了摆手, 久亨也察觉到了这姑娘的气场变化, 顿时一愣, 道, 呦, 有意思啊, 双重人格。 此时的人格, 自然是职业棋手赵洪秀, 齐等贤要跟他下棋, 除非每次都能运用那神之异手, 而且, 要保证后续, 否则的话, 断无胜算的。 赵洪秀看着齐等贤冷笑, 说道, 欺软怕硬的废物。 齐等贤一脸无所谓的模样, 反正哥们脸皮够厚的, 随别人怎么戳都没事, 刀子都未必能戳得穿。 久亨忍不住大笑, 但笑到一半就剧烈咳嗽起来, 让你作死, 这回可以消停了。 齐等贤的一道, 看到久亨这个模样, 心情都舒畅了不少。 没多会儿的时间, 孙颖书的车就回来了, 他见着齐等贤之后, 不由高兴。 然后, 又看到了赵洪尼, 顿时略微吃惊, 道, 赵小姐怎么会到这里来? 赵洪尼满脸无奈, 说道, 受人所托, 来给他当一段时间的护法, 确保他与克拉克的决战, 不被人打扰。 孙颖书听后才恍然大悟, 看了齐等贤一眼, 道, 他肯定能赢的。 就孙夫人这种态度, 让齐等贤觉得格外的贴心, 格外的舒服。 哎, 还是孙姐姐对咱好呀, 无论是物质上, 还是精神上, 甚至是肉身上。 走吧, 我请大家吃饭。 刚发现了一家不错的饭店, 他家的椰子饭很好吃。 孙颖书道, 赵红尼也不客气, 答应下来之后, 跟着就去了。 这家饭店的饭菜, 做得果然不错, 赵红尼吃得很开怀, 说道, 总算不用忍着恐惧, 去吃姑妈做的菜了, 好舒服。 齐等贤听后深以为然, 就赵司卿那手艺, 做九转大肠的厨师来了, 都得给他磕两个。 孙颖书说道, 现在, 整个蓬莱都在关注着, 宋家宣布要举办的这场舞蹈弹, 大会, 科拉克自那之后便已经销声匿迹。 齐等贤道, 科拉克想来也是在调整状态呢, 力求在舞蹈大会那一天, 达到最好的状态与我一战。 其实, 我跟他的战斗, 已经超脱了世俗权力斗争层面了, 已是属于对武学的极致追求层面了。 这一战, 无论谁胜谁败, 纵观自己习武以来的这一生, 都不会留有什么遗憾。 九亨便道, 你可不能输给鬼老, 武功是咱们老祖宗一带带传下来的, 如果还不如一个鬼老外的话, 那就太丢人了。 齐等贤道, 话虽如此, 但我并没有这方面的想法。 赵红尼对着九亨道, 你还没到这种境界, 所以不明白, 他现在根本就没有多余的想法。 你说这些话, 反而会造成影响。 九亨皱了皱眉, 觉得不爽, 但想到自己刚被打了一顿, 也就只能掩其息骨。 道, 你拳头硬, 你说了算。 吃过饭后, 齐等贤接到了路通打来的电话, 说是大陆方面来了一些人, 都想关注一下他的状态, 让他过来走一趟。 也好, 我要是迟迟不肯露面, 你们恐怕会提心吊胆。 齐等贤答应下来, 他对着孙颖书笑道, 颖书你, 先把他们带回去, 我去跟蓬莱总经略见个面, 安抚安抚人心弦。 孙颖书乖乖地点头答应下来, 买单之后, 带着赵红尼和九亨回去。 而齐等贤, 则是乘车前往路通说的地方。